我就問妳 妳說我不做家務 跟我想幫家裡變成是一個 垃圾場或者是一個倉庫 妳是認真的嗎 她說 突然飆淚 然後我說黃國倫 我跟妳認真地討論一件事情 如果妳真的覺得 我是這樣的人 妳要不要直接把我FIRE掉 這之前她就說 她說妳不要老實說 妳對我有多好 妳都跟人家講說 妳為我做牛做馬 她說 妳又不會生小孩 妳也不會開車 妳又不會坐菜 No way 就是我最大的痛 心中有一個刺是拔不掉的 一個人的求生欲 可以有多高呢 可以有多強呢 如果妳跟妳的另一半 是已經相處到了十四年之後 妳的求生欲是越來越高嗎 而且重點是 他們兩個是勢均力敵的程度 Yes 就誰也不讓誰 就是兩位的實力 對 可是今天聽 稍微調查一下他們的故事 好像其中有一位 已經就是放棄了 他決定要就是當奴隸 直接是這麼偏激的嗎 對 到底是哪一對夫妻值得 讓我們歡迎就是一對 來上我們節目呢 歡迎黃國文老師 黃國文老師 感謝凱莉姐 還有三位 好久不見 大家好 我跟各位講 絕對不是我 我絕對不會放棄的 你就是那個奴隸 每次吵架 寫悔過書的人是誰 妳有嗎 我都不能說到 我跟你講 我們家的悔過書 可以裝訂成冊 你們今天 不要跟我講 你們有帶來 我第一張是悔過書的小孩子 不好意思 還有三位 你們評評你好不好 好 我是被逼的 因為我覺得 寫悔過書是小學生的 都是班導師或小學生 因為我現在還會叫我女兒說 寫悔過書 是嗎 他會寫嗎 他會寫 妳女兒寫悔過書有掙扎嗎 沒有 因為我是一邊講說 妳怎麼會對媽媽 有這種想法 然後語氣 嚴肅的 然後我的情緒是很大 可是我眼淚就慢慢這樣掉下來 他就有點嚇到 我說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這樣說媽媽 我都不在乎 但是我只在乎我愛的人 但我愛的人 說的話就比其他人 那我都哭了 我就說我愛的人竟然講的話 還這麼傷我的心 對 乃馨講的話跟你一模一樣 什麼 他也是說他不在乎 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他只在乎愛他的人 對 所以是一模一樣的情況 你講了某句話 傷到他對不對 然後他也哭了 然後我就看他這麼難過 我在想說 我已經幾十年沒有寫 回過書了 我就去寫 我跟你講 然後我第一張回過 是不是因為有一次 我們在外面的聚會 然後他就突然說 我們家老黃 我就很生氣 我說你可以叫我老黃 因為老黃以前是 我們家養的狗 我跟你講 那是一種親密的稱呼 不是 我覺得說老黃 是一種不尊重的叫法 這個案例其實是S 還有很多朋友可能是記得的 因為在非常多年的康熙 你記得那時候我們有講過 就是在朋友面前 然後他叫 我叫他老黃 我是開玩笑的 然後他就在 大家在唱歌的時候 當場跟我翻臉嗎 因為都是親友 他覺得是自己人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難過 我當天就難過到回家 那我就跟他發作 後來就立下了我們家 寫悔過書的前例跟先河 所以第一張悔過書 是因為老黃 對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叫我 黃老 不是 老黃 因為我老黃 黃老先生比較尊敬對不對 不是 就是老黃 因為我以前 我以前有一個養一隻狗 是老黃嘛 然後他過世了 就是老黃對我來講 有點像偉忠哥 你這一句話 得罪了天下的老黃 你懂嗎 有很多人可能也叫老黃 然後他就一直說 你要給我一個保證 我可以叫你老黃 後來我就寫了一本 這張其實很多那個 以前湯熙的老友是記得的 同意書 我黃國人同意小寶貝 因為我叫他小寶貝 乃馨 在任何時候 任何地點 向任何人叫我老黃 是 你真的要起碎了 不得永逸 而且逸不會不開心 特此證明 知此證明 立書人 老黃 乃馨姐 你那時候是 氣到什麼程度 讓他就是甘願寫下這個 那麼幼稚的同意書 我覺得反正深淚俱下 我的招數也只有 就是哭跟說狠話 因為大家也知道 我的演講就是 我就很愛標橫話 而且他說口說無憑 要寫下來你才會記住 因為他一定會重犯同樣的錯 可是 那就是那時候 就開始進行了所謂的 這個時候還不叫回過書 這叫同意書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那個同意書 可以這麼新啊 沒有 我是咖啡的 跟琴鼓一樣嗎 跟你那天帶來的琴鼓一樣 因為我怕原版 原版磨損 我覺得要保留 我這個咖啡板 你真的很在乎 他很在乎古老的東西 因為我老婆要求我 有幾個剪輯板 萬一原版遺失 他不能接受 會的 他當天寫完以後我就會說 我看完以後我就會說 可以了 拿去影印 然後就印個五分 你知道我到 我到七七年已經很久 我會退好同意書 所以你現在到哪 都可以大肆地叫他老黃 其實他 但是他都可以講了 我就不想叫了 其實S是這樣 當我願意退讓 我老婆也就不這麼叫 我從來就後來 沒叫過你老黃啊 不是 因為重點不在 我要叫他老黃 重點是你不可以規定 我有什麼事情是 你會翻臉成這樣的 因為他當時是 在全家人面前大罵你 沒有大罵 他就很不高興 你把東西一摔好 然後就說 你怎麼可以叫我老黃 然後就從頭到尾 就擺臭臉 那我們家人都覺得很尷尬 我只是說你不應該 叫我老黃 好啦 但那已經 十幾年前的事情 我們看現在的吧 後來 他只要把我惹得 很毛很火很爆的時候 他又自己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剛剛你們說的 跟我情況很像的 是他講了什麼話傷到你 太多了 他通常最傷我的事情是 冤枉他 對 我覺得我所有的事情 其實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跟黃文人在一起 雖然我看起來就是 強勢 對 覺得我很強勢 控制他 或是覺得 我講話很快 很急 咄咄逼人 然後很多人說 你們有這種感覺嗎 有 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很強烈的感覺 對 妳一個人舉手就是代表 你們沒舉嗎 你們沒舉 你們這麼怕他 然後一定會有很多的觀眾 就會說 控仔心這樣 女人誰敢娶 所以我就說講話一定很利 他老公一定很辛苦 可是我跟你講 我們在我們家 大部分的時候 我才是做牛做馬的那個 然後我是卑女型的 你以為我們家 是我講話算嗎 你錯了 他是個黃 那個 叫皇上誰悔過書的嗎 莫名其妙 不合理 因為我平常都沒問題 就是我做牛做馬都OK 然後我也是他的超級粉絲 對不對 我就是對他 任勞任怨 然後崇拜得五體投地 但是我每隔一段時間 你只要讓我累積 不滿到這裡了 我肯定就 我們前一陣子 在韋鐘哥的節目 剛剛發生一件慘案 什麼 就那天我去韋鐘哥節目 整場韋鐘哥說 丫頭你臉怎麼那麼臭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韋鐘哥我今天打算要離婚 然後呢 韋鐘哥就想回來 他說其實我這個節目 是個輕鬆的聊天節目 沒有打算要處理 這麼嚴重的案件 然後我就說 你們天蠍座真的很過分啦 然後所以那天 只有你一個人當來賓 對 他上演為 然後呢 是發什麼事 然後我就跟韋鐘哥講說 你們天蠍座就是喜歡 反正就一件事情你不爽 你就會說你永遠都這樣 你總是這樣 你一直都這樣 你知道我最痛恨 這種說話的方式 以偏概全 然後韋鐘哥說 我們天蠍座是有點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我只要 我以前正常來說 只要有一次不陪他吃飯 譬如說假如他說 我們今天就是滷肉飯 我說可是我想吃西餐 不過還沒有到滷肉飯是 你永遠不陪我吃 我所有想吃的東西 我就會用永遠以偏概全 就一桿子打拌 你自己也知道 你有這個毛病喔 沒有 我就氣起來 我會這樣說 然後我說 譬如說今天他來小姐不吸體 他回去了說 我今天都沒講到話 我說怎麼可能 完蛋了 我事實上是內心 知道他了 帶了五把吉他 只留十五分鐘給老師 我說你沒講到話 怎麼可能 我說S不讓你講話嗎 他說 是郭彥甫的問題 跟我無關 OK 而且他一直要試圖打斷他 就是說你能不能可以做結尾了 但郭彥甫很久沒上節目 他感受不到那個 對 我會把節目 不要這樣子 然後我會說 原來你在走心 你還關他 他跟他開放 你還躲起來 等一下 郭彥甫老師開場前 還沒錄前還說 大家對那一集讚譽有加 他多噁心 太快說S 你真的很棒 你知道我很多吉他界的朋友 他們都是收藏鼓舞的人 他們就覺得你真的很棒 他說你欣賞鼓舞的那表情 對 太棒了 想得跟什麼樣 結果你根本在生氣 回去原來是走心的老師 雙面人 他不是 舉例 男性 我講的不是 上一次小兒子這個 不是那一集 還有哪一集 很久以前的康熙 康熙沒什麼都換 那不是妳的問題 是康永的問題 然後他說 康永 我們換成康永 怎麼越沒有越黑 他說康永哥都不讓我講話 然後我就說怎麼可能 我就把它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我說來 國倫老師 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播出 然後你說你看我們看一下 攤扣 第幾分到第幾秒是你講話喔 第幾分到第幾秒是你講話 第幾分到幾秒 你又講話囉 然後我說來 再來我們算一下 大概四十幾分鐘的節目 你個人大概講了二十幾分鐘 我想他應該算是有講到話 所以他就閉嘴了 他就說有嗎 我說有的 證據在這裡 他就是會這樣 我覺得你們還沒有 現在立刻離婚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頭有點痛了 Ashley我覺得 我真的有點足夠了 但是我覺得奶昕是這樣 奶昕因為真的很愛我 她對我很好 她全心付出 然後最近這一次離婚事件 是因為他最近我們在整理房子 然後奶昕就看到有這麼多房 這麼多東西要整 他就開始 大量的買收納櫃 而且那個收納櫃 全部都是白色的塑膠 你看看 家裡全部都是這個收納櫃 這個收納櫃 這個收納櫃 你看還有 再來 還有 全家都是收納櫃 那我跟各位報告 我們家的客廳 因為有沙發很大 然後因為東西真的放不下 最後我們奶昕就說 我們把沙發移走吧 就在客廳買了一個 很大的衣櫃放在客廳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沙發 沒有 可能 就那一張 真的就是衣櫃 那兩個椅子就是我家的沙發 這是客廳嗎 所以你們回家要坐下來休息 就是那兩個椅子 對 好美喔 這不可能 真的啦 有桌子嗎 所以S 我跟你講 前面那個就是桌子 沒有 沒有 有一個茶几 但是因為那個沙發很大 然後奶昕就說 老公 我可以跟你商量嗎 我們可以把沙發移走 因為我們需要買櫃子 那兩個是小椅子耶 那是小椅子 你在那邊舒服嗎 坐著 放不下啊 然後那兩個椅子 看過來是電視嗎 沒有電視 沒有電視 我們把電視送給爸媽 電視那邊也是 那你們兩個坐在那邊幹嘛 看著置物櫃兩天 櫃啊 S 你知道我今天坐在這沙發 有多舒服 我很久沒有坐到沙發 真的 你都坐在椅子上 對 我都坐在椅子上 而且是白色的兩個爛椅子 你知道 有客人來 我說請坐 他說坐哪裡 我說這兩個椅子 而且你們在那個小 這工具家裡面不會有那種 恐慌症還什麼嗎 不會啦 不會 我覺得就是會有過感 後來你知道嗎 有一天我就覺得說 我就開始有一種感覺 就是說老婆你怎麼會讓我 我住在倉庫跟特立屋 跟五金行裡面 他不是這樣說的 他的說法是 他會跟我婆婆 就是我 婆婆是不是很重要的人 對 他會跟我婆婆講說 奶昇 把我們家弄得像個倉庫 然後跟我媽講說 媽 妳平平理 我們家沒有廚房 全都是鞋櫃 他說呢 而且他有 他有買置物箱的控 他說呢 他有癖好 我們家每天都有 好多置物箱寄過來 那我媽媽跟我婆婆 會怎麼覺得我 覺得我是不是有病對不對 每天就一直買箱子 一直買箱子 好 但是為什麼要買箱子 因為裡面要放東西啊 東西是誰的 他的 沒有 兩個 都有 怎麼都是我的 你的帽子就有幾百頂 我也是百多而已 然後鞋子也有幾百雙 也是有 然後衣服像這樣子 紅的綠的 黃的藍的 紅橙橫橫藍的 它還有螢光的 還有金的衣服 這麼醜的西裝 你需要買那麼多種顏色 你又不是一對 你要幹嘛 你可是不是 就這樣子 很多 然後你知道他的 置放方法是 小意思 你雖然講話算客氣 全部都閃在家裡 然後他就鋪在椅子上 鋪在桌上亂放 他屬於一種 藝術家亂放型 我覺得你 沒有啦 東西就我們兩個人 你不把它放起來 我要走哪裡 沒有地方走路啊 所以這一切都只是暫時的嗎 等到新家弄好之後 是為了解決問題 不是為了要我喜歡櫃子 可是S 我有一種 隱隱約約的隱憂 我就說老婆 未來我們的新家 還會變成這樣嗎 到處都是置物櫃 然後他就跟我們的設計師這樣講 有一天他就說 他說不用設計了啦 我老婆只喜歡置物櫃 他會把我們的新家豪宅 也變成那個便利店啦 也變成倉庫啦 然後這種事情 當他講第一次的時候 我就有點不爽 第二次呢 再說媽 我們家 大家不用期待了啦 以後我們家就會是一個 都是櫃子的一個便利屋啦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呢 在他到跟我婆婆講說 我們家以後就是豪宅變倉庫啦 你知道我就覺得說 是怎樣 然後我就說 我就問你 你說我不做家務 跟我想幫家裡變成是一個 垃圾廠或者是一個倉庫 你是認真的嗎 他說 剛聽到好難過 我說我不是 我說你是真心覺得 我很喜歡置物櫃嗎 他說你不是嗎 我說當然不是啊 我只是不希望把東西放地上 我只是想解決問題 就看來是乾淨的 然後那天我不知道為什麼 也有可能是生理期或什麼 我就突然飆淚 然後我說黃國倫 我跟你認真地討論一件事情 如果你真的覺得 我是這樣的人 你要不要直接把我開放掉 我說你想要什麼樣的老婆 我知道他講了什麼很傷我 什麼什麼 在這之前他就說 他說你不要老是說 你對我有多好 你都跟人家講說 你為我做牛做馬 他說 你又不會生小孩 你也不會開車 你又不會坐菜 不可能 我不是講生小孩 你有說 你有講生小孩嗎 對 我是說 還有一些女人更累 因為他們有三個小孩 例如像S這樣 那他就覺得說 我覺得每個人的累 是不一樣的 對 你知道嗎 因為我不需要 為我老公付出到這種程度 還要幫他辦演唱會 這麼大一個小孩 對啊 還要幫他辦演唱會 我跟你講 你想到演唱會 就是我最大的痛 因為我那時候會因為置物櫃 這麼痛苦 是因為他五年來 你知道我心中有一個刺 是拔不掉的 到現在還沒有拔掉嗎 剛剛拔掉 但是還有一點點在飆戲 我跟你講 你知道我不是在五年前 我幫國倫 我們一起很努力地辦了一場 鳥巢演唱會 2017年9月23號 對 那次S也有幫我們錄VCR 對啊 謝謝S 我跟你講那次的演唱會 我認為是一個 我們夫妻非常重要的一個 並肩作戰的一個過程 其實在那過程裡 我們感情非常好 因為你知道 大家的壓力太大 我們就很團結 如果我們兩個不同心 這件事情是辦不起來的 因為鳥巢 我們沒有贊助商 我們也沒有主辦方 就是我們自己辦的 我們 我們自己掏腰 這個錢就是你們自己出嗎 所有的錢 我就跟他講說 來 你的那個存款多少 我的存款多少 就是把我們所有存款全都 所以這件事純粹 就是為了幫他圓夢嗎 是 沒有 其實這是一個夢想 不過小孩子 本來是有贊助商跟主辦方 後來他們開始辦鳥巢了以後 壓力太大 他們都跑掉了 因為他們怕票賣不好是不是 對 而且他們的財務有狀況 他們自己的財務出了狀況 我們就自己接下來了 因為這件事情 很多人會誤解是 你們兩個為什麼 沒事做這種大夢 瘋了嗎 其實剛開始沒有要辦那麼大 其實我們剛開始只是想在 像TICC或者是 Legacy 對 一開始想的是TICC Legacy跟鳥頭差很多耶 沒有 其實S 我們最多最多就是一萬人 因為我那時候在大陸發展 我們想說梅賽德斯嘛 上海的梅賽德斯 他有王菲辦過 一萬人 我覺得一萬人了不起 小菊 但是一萬人了不起 而且我先聲明 沒有 第一次 後來那一個借場地的人 就到處去借嘛 2017年他說 回來回報說 郭文老師 不好意思 全年的演唱會的場地 都沒空 那我就很沮喪 然後就不要辦 後來他說還有個地方有空 我說哪裡 趕快講 他說 鳥巢 當他講說鳥巢 我整個人是頭暈了 鳥巢是五萬人對不對 十萬人 十倍耶 天啊 還比小巨蛋那麼大 怎麼塞得滿 對 當時有塞滿嗎 當下我就說 我就開玩笑 我說 我如果我是周杰倫 我還考慮一下 但我是黃國人 怎麼可能 他第一秒鐘的時候是 是快要摔下椅子 可是 你知道他馬上看了我一眼 我就想到 我也看他一眼 我們兩個同時想到 他在 2012年 做過一個夢 我做過一個夢 睡覺的夢 他真的睡覺做到那麼久 我在夢中我去 每一個房間 好像對面站一個教練 叫我去摸天花板 然後我就開始很懼怕 我說我彈性不好 我又不是姚明 然後那個教練很兇的時候 去摸天花板 然後我就摸到 我就覺得有一點自信 然後他把我帶到六公尺 然後叫我摸天花板 然後一摸 越來從十公尺 十五公尺 二十 三十 到最後 我在夢中知道 他把我當作鳥巢前面 他說 去摸鳥巢的屋頂 那時候我對教練說 你罵我嗎 開什麼玩笑 除非我會飛 除非我是超人 你們相信 真的有人會做這個夢嗎 我做的 真的 這也太完整的夢了吧 沒有 她會記得喔 我做的這個夢太完整 這是史上最清楚的夢 我夢都是一段一段的 對啊 而且還十公尺 三十公尺 對 十五公尺 夢中還要記得 然後每一個房間 好多房間 那個教練叫什麼名字 我 白色的衣服 他說是個天使 我覺得好像在我信仰中 是主 或是天使 這樣子 來 白色 OK 然後最後他說 去摸鳥巢的屋頂 然後我說我不會飛 除非我會飛 然後你知道教練跟我說 你會 但是你不敢 你也不知道 後來我在夢中 我就跳起來 我就真的戳開翅膀 我就摸到鳥巢的屋頂 我就站在上面 看著下面有 成千上萬的觀眾 我就醒來 那是五年前的夢 然後他就把我笑醒 那時候很久了 然後我就半夜被他搖醒 他說我做一個夢 然後他就開始去拿起他寫歌 他就寫了一首叫 夢想的力量 對 但這件事情過去很久了 對啊 過去了以後我們都忘記了 對 我在想說 上帝大概用一個夢 來鼓勵我 要不斷地自我挑戰 對不對 不會讓我真的去鳥巢吧 結果那一天 鳥巢的機會在我面前 我就覺得說 可是他真的只是希望 你去摸一下鳥巢的天花瓣 然後就可以找了 那就是這樣 那是足夠的 對 我怎麼沒有這樣想過 你會不會想太多 他只是想說你摸摸看 X你知道嗎 我就看著我老婆 她看著我 然後我們就點頭 我說把她定下來 我們就開始 但是當時我們有贊助方 主辦方 對 然後主辦方就臉有點綠碼 然後後來我們就開始送批紋 然後等到批紋過了以後 發現主辦方出了狀況 所以主辦方就撤了 那時候我們的決定 只有兩個 一個就是我們也撤 第二個就是我們扛 所以最後是你們扛 我們扛 後來我老婆說了一句話 很感動 她說老公 老公我們有錢會買什麼 買房子 買車 為什麼我們 然後她說 我當你的主辦方跟 沒有 我就說你 存著拿出來看一下 那我們就對一下 我們那時候的存款 大概兩個人加起來 差那個成本一點點 大概差成本一點點 大概要花多少錢 要一億多 原來民幣兩千兩百萬 鳥巢要兩千兩百萬 等一下 那個是已經包含 那個所有的所有的 場地 舞台 燈光 影響 因為鳥巢是一億 華人最大的表演 主要它太大了 所以就是一億花完 你們兩個等於是 集訓歸零 對 應該是在那個時候 好敢喔 你們還要辦 對 還要辦 而且不是還不夠嗎 剛才不會欠錢 就是說我的 我的底線就是說 只要你的夢想 不要讓我去欠債累累 好 前提就是賠光 我的那個止损點叫做賠光為止 大不了我們再開始賺 S 你知道有多荒謬 我們找了川哥 陳振川 陳振川是不是圈內 最厲害的製作人 他辦了很多很厲害的演唱會 跟金鐘講 金曲講 他說國人老師 我勸你們不要辦 我不想收你們的錢 花個半小時說 萬一那天沒人來 你會 真的 你會非常痛苦 你會被人家笑一輩子 你會晚節不飽 他說你會晚節不飽 後來乃馨花了半個小時 說服他說我們一定要辦 因為這是上帝給我們的夢想 我說我的想法是 我願意投資我的藝人 做這件事情 如果他能夠成功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 逆轉勝的故事 如果他沒有成功 壯烈犧牲 我說那麼當天我要他唱得好 我要所有人有一天覺得 我欠黃國人一張鳥巢的票 後來我跟阿川 川哥說 如果那天沒人來 我就對外說 反正我們那時候很瘋 所以最後到底有沒有 好 來 那個S我給妳看一個畫面 好不好 這個就是鳥巢當天的現場 你只開一場喔 我只開一場 就一場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是鳥巢當天的畫面 我們沒有發螢光棒 因為前場黑黑的 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來嘛 想說黑黑的就算了 後來妳看 然後大家把手機的閃光燈點亮 把燈點亮好不好 如果你還有電的話 然後大家把手機打開 很多耶 全場滿滿的觀眾 八成滿 八成滿 當天的鳥巢 對 怎麼可能 我適合的花朵 怎麼可能 沒風盡然成真 哇 那副歌我唱沒有不可能 沒有不可能 不是我天真 只要能相信 就會有奇蹟 沒有不可能 就算全世界都下無封 沒有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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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勇敢追夢 好 我們到這裡 S 好立志喔 所以台下那些是真正的觀眾 對 不是林業或什麼之類的 而且是賣票賣出去的觀眾 來的 一張一張賣票賣出去的 所以你們沒有虧到任何錢 有貴賓區 我們有送一些貴賓區 他們坐在前面 如果你去當然不用買票 對啊 當然S我為什麼要唱這個歌 為什麼要放這個歌 因為這個歌是我在鳥巢 主辦方跑掉 什麼人都沒有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很沮喪 然後我就做個禱告 我說上帝 我想在鳥巢唱一首新歌 主題歌 你給我一首歌 然後我就把歌詞寫下來 然後我就那時候覺得說 怎麼可能 因為那時候什麼都沒有 我怎麼可能 我能站在這裡 怎麼可能現場坐滿的人 然後我還跟上帝爭論 我說上帝這個太大膽了 萬一沒有人來 我怎麼唱這首歌 我怎麼唱這首歌 後來上帝鼓勵我說 你要勇敢 你要相信 你自己要相信 後來我就把這首歌編好 我拿去給我的音樂總監編的時候 他轉過來說 葛文老師你這歌有問題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們做兩個版本好不好 他說為什麼 他說另外一個版本是 以防萬一 對 以防萬一 所以你們是在何時知道 票進金有在進的 其實我覺得 中間過程很複雜 因為我們是交給別人 有那種售票系統 你也不敢問是不是 我們有個票務總監 他在管 因為那個票太複雜 團體票 個人票各方面 還有一些是 不同的渠道在賣票 所以直到當天晚上上台前 我們還沒有計算 外面還有很多黃牛在賣票 因為你要知道 我們就是兩個人 所以你上台之前 你都不知道下面到底會做多少人 所以他就說沒有螢光棒也好 反正黑黑的也不知道多少人 唱就是了 然後在七點的時候 他接到台灣一個很大的媒體 打電話來 好 我跟妳講 他說他看到一張照片 有人在微博 發了一張照片 因為我們七點都還沒有開放進場 我跟妳講 我們的演唱會 他說現場是空的人 我跟你講 我可以講嗎 我們的演唱會是七點開始 兩個都很愛講禮拜 因為這部分是我的傷痛啊 因為他那天在台上唱歌 其實他已經不知道 後台發生什麼事了 然後呢 我的電話響個不停 有各種狀況 因為我就是主辦方 兼贊助商 然後呢記者 有一個台灣的記者打來 說 乃欣姐 是不是沒有人 他說我們有收到那個讀者的 那個網友的一張照片 說現場哩哩哩啦 說大概只有一層觀眾 一層觀眾 因為當天大塞車 你知道我的所有朋友們 安檢了兩個小時才進場 所以我們七點開始的時候 確實場內是空的 我前提提 今年二零二二年 五年前 大陸有個很大型的 很重要的會議 很大型的會議 對 所以安檢很預備 所以妳是準時開場的 必須準時 等於說前面真的是沒有觀眾 有半個小時是大家陸續進場 連我爸媽他們都在七點 差不多二十幾分才做定 好 所以我們看到燈光亮的時候 那時候是覺得非常感動的 可是這件事情變成我一輩子的痛 為什麼 不要一輩子啦 五年就好了 我希望以後不要痛了 因為他 沒拍到耶 因為他 你知道那天我接到電話 然後記者說是不是沒有人 我說不可能 我說根據我得到的這個 包括各方面愛賣票的 我說至少有八成吧 他猜 我說有八成吧 他說那哪些年裡面有賠嗎 我說如果全賣滿了 大概打平 因為我們的成本太高 舞台太貴 音響太貴 又沒有贊助商 然後我說又沒有贊助商 應該打平就算很好 他說那如果現在的票房 你覺得呢 我說可能你知道 如果沒有賣滿 可能會賠一半 我跟你講我真的是戳口而出 我就說可能會賠一半 我其實沒有想太多 我覺得賣滿就是cover 如果沒賣滿 我覺得又很貴 而且我們後來有一些 暴增多的預算 所以有可能會賠一半 我就覺得沒有賠光就很好了 對 好 完蛋了 我講出去賠一半 然後後來呢 一半記者一算 大概就五千萬 因為一億的成本 五千萬 就寫賠五千萬 那這個名字就出去 五千萬感覺非常多 非常多 然後傳到大陸 就變成五千萬人民幣 然後後來 就會開始有很多的媒體轉載 然後他們就開始自己下標題 就是說黃國的演唱會 賠了五千萬人民幣 或者是賠光 賣房子 都沒有人 寇仔欣的家人都沒到 這是一場史上最可笑 最荒謬 最失敗的演唱會 然後這些標題跟了他五年 可是沒有人拍到一張 剛剛那種畫面嗎 應該很多人上畫的 第一 有人會說 照片他不相信喔 是P圖的 他會用你P圖 所以你說那些東西 那些負面的標籤 跟了他五年 好 你覺得我難不難過 我會很難過對不對 可是我最難過的 不是大家誤會了 是黃國人說 你知道他氣起來 有一次我們吵架的時候 他說 我就一個傻眼 算在妳頭上 我說為什麼 他說 我說你覺得這是我的錯 他說 沒有 因為後來結算出來 就賠不到兩成 但是因為賠一半已經訂掉了 五千萬變五千萬人民幣 大家就會想說 賠那麼多 應該就沒有人來 所以在網路上現在在傳 鳥巢只來了十四個人 那這個東西廣為流傳 那大家網友都覺得 它變成一個標籤 不是 我這樣講 乃欣的數學不好 因為說實在 乃欣是我經紀人 我就在想說 經紀人看到鳥巢滿滿的 如果我是經紀人 我就會說大概打平 或是少賠 因為也不要覺得太炫耀 但是他是 他有看到那個畫面對不對 對 看到那個畫面 但是當時記得打來的時候 還沒有這個畫面 還沒有那個畫面 是 他們還沒進場 所以乃欣很保守 他又覺得說 怕覺得說我們照鳥巢 怕碰轟 所以乃欣就很保守地說陪伴 待這個陪伴以後就訂掉 而且我有說大概 我說但如果做滿的話 就可以不陪 可是無論如何 就是你們兩個一起 攜手做的這件事情 對啊 這作品耶 我的心情是這樣啦 不過我很抱歉 我不應該這樣說 老婆 因為我在鳥巢前 是被大家笑得要死 然後大家覺得不可能 後來鳥巢看到那一天 真的是大家很感動 我們也是奉獻了 覺得說苦盡甘來 揚眉吐氣了吧 一切的心力奉獻上去了 後來鳥巢之後 又是一個被訂掉 全世界最悄悲年長輝 然後賠了多少錢 然後現在已經賠到 六千萬人民幣了 傳說成這樣 還是傳聞 還是走啊 沒有 有新的版本 八千了 八千萬 因為這樣才會增加的 我們總共才花了 兩千萬人民幣 已經賠到八千了 這傳說 但是對我來說 當天辦完 我是很開心的 我覺得老公我們成功了 然後他當天晚上呢 就開始被這種 鋪天蓋地的黑紋 給清洗嘛 然後他從那天開始 就一直不開心 你知道我對這件事情 心中是很難過的 最難過的是 你 我担不起這個罪名 說我狗砸了你的鳥巢 是 你知道嗎 就是你讓我前面那些 任勞任怨到底算什麼 你幫他忙還有策寫 所以那件事情 是我心裡的刺 直到他講置物箱的時候 我整個大爆炸 對 我說黃國倫 他累積的痛苦 對 我跟你講這段話 也許很多觀眾 現在會討厭我講話 那麼厲害 那我現場就是這樣講的 你們不喜歡我就算了 但我那天就是這樣 跟黃國倫講 說黃國倫 我必須是一個 先能夠幫你 扮鳥巢的女人 才能搞砸你的鳥巢 我必須先跟你一起 買得到豪宅 我才能把你的豪宅變倉庫 你懂不懂啊你 我說你只想後半 不講前面 講得很好啊 我國際好心悉喔 我說你為什麼不去想一想 我是一個十三年 跟你住在倉庫的女人 我有多麼不求名 不求理 不愛目虛榮 我說像一個女人 就算不會做菜 也不會生小孩 可是可以幫男人打天下 我覺得秦始皇跟汉高祖 都想娶我 我的媽也太會吵架了吧 太會吵架了 吵架王耶 而且還 威卡茲耶 威卡茲 是不是 要是我一定卡茲卡到爆 對 卡到爆 我覺得他比 他那天比現在還溜 他剛剛還有卡一點 我就覺得很近 然後我就說 那你就讓秦始皇 汉高祖全臉 你敢 沒有 他就安靜了 他那天沒講這個 他那天就安靜了 我說黃國倫 你去找一個 不會數學不會算錯 又不會買吃烏龜的女人 就這樣 然後維中哥就覺得說 何必這樣想呢 你太瘋狂 你們兩個會不會太無聊 那那天乃馨就進了房間 然後我就坐在房間 我在客廳裡面 我覺得說 我一定要解決這個事情 他最後落下的是離婚嗎 我老婆已經崩潰了 他說他要離婚了 我說的是 你去找一個別人吧 我讓閒好不好 我盡力了 我說我最大的能力就是 幫你把鳥巢辦完 你也把 這麼成功 大家不認我也沒辦法 你把我劈死我也沒辦法 重說一次 我們沒陪一半 然後冷淡了兩天 這兩天S 我們還是有工作 兩個禮拜冷戰 這是最長的 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 我說 我就心裡說 我說我必須要寫一封 真的發自內心 然後可以挽回她的道歉信 她沒有叫我寫 我自己想寫 後來那天我就寫了這封信 你是要念完它嗎 我念一段好了 來S 給你看 沒關係 你念 還是我來念 對不起 我又傷了你 我的罪狀簡直慶除難輸 你是收納天才 整理高手 規劃達人 我就不念 我說因為你要整理 而我竟然一直酸你 怪自己住在特立屋五金行 我甚懊悔 家裡一片整齊的白色櫃子 簡直變成了白宮 誰能住進白宮 福福何久 我還嫌 簡直不適抬舉 我保證 不管你再買多少櫃子 我絕對不多說一句 我只有感謝 有你的地方 茅房也是天堂 好 這是第一段 後來我就寫了鳥巢 我說我真 因為他說我完全不懂他 也不欣賞他 也不愛惜他 後來我就說我真的懂你的好 你的用心 鳥巢對你而言 成就讓我快樂是你的目標 你拼卻一切 全部羞恨 就是希望我有一個 驕傲難忘的回憶 所以當我責怪你回答錯了 數學不好 造成今天所謂我的蒙羞 對你真是天大的冤望 也是極大的不公平 你已經做了 一切美好的工作 已經超過一段囉 OK 好 然後最後 我又寫了最後一段話 還有最後一段 你是最後一段嗎 變真頓了 S 最後這一段 才是真正讓乃金回頭 我說 你覺得我不懂你 我說不懂的人是無法裝懂的 但真的懂的人才能裝不懂 然後我說很抱歉 我特別裝得不懂 讓你很生氣 很難過 但好消息是我真的懂 只要我可以吞得下 不要自私 不要自我保護來傷害你 我們會越來越好 就這樣 所以我就寫了這封 道歉信跟大家講 其實因為乃金 非常怕 所以這封信 真的他就 你就挽回他了 他就 他就開始說 老公你真的懂我嗎 我說我懂 他懂 那你為什麼要氣我 他說你為什麼要故意講這些 看起來好像你是個白痴 他很怕我是一個不懂他的人 對 你為什麼要故意氣他 他很懂你 所以他這樣 來 所以他這樣什麼方式 兩性專家 他其實很懂你 然後你也很在乎他 我覺得你們兩個很相愛 真的嗎 真的 因為 非常相愛 非常相愛 那但是為什麼他要故意講你 是因為 所以是這樣子 怕乃馨姐壓過他 對 他怕乃馨姐壓過國倫哥 所以他才會一直用那些方式 刺他 所以他就是 就是不想要稱讚你 因為他心裡知道你就是很好 所以他就是不想要稱讚你 而且我覺得當下兩個人 都在高壓的情緒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 比較衝動的言語 就是想要有一個外表 所以我覺得平常的相處 是這樣 就是國倫哥 他一直都知道你很好 但是因為 男女相處之間 他還是有 就男人還是有他的 尊嚴在 所以他不可能一直 誇獎 因為他可能知道 你誇獎 誇獎起來 如果你到我頭上那怎麼辦 所以在這個潛意識下 他就會用他的方式刺你 我完全同意 因為我覺得 我是一個很需要被人家 我大部分人對我的看法 我在意但沒有那麼在意 但是全世界我最在乎的 就是這個評審 可是他也是因為 知道你很愛他 所以他才會故意這樣刺 那就刺負 你是不是希望他 時不時的要看到你的好 然後誇獎你幾句 對 後來 不但我開始寫道歉信之外 我開始寫 不用 但是我覺得 不要再唸了啦 老公 人家節目時間不夠啦 沒有 我只是讓大家看 沒有 我想不到你們講了 感謝表揚信 不要了啦 沒有 我稍微講一下 好 表揚的講一下 因為乃馨 其實你們講得對 他非常在意 小孩子 他非常在意 我覺得女人都在乎 我肯定他 我讚美他 因為他很愛你 我跟你講 我沒有要你讚美我 我只要你 你不要怪我 你知道嗎 最低限度就是說 你不要怪我 然後你不要把我 其實有做到的事情來怪我 變成我的扣分 乃馨姐不是要你讚美他 對 他是真的要你發自內心的 重視這個人 知道他在 他為你做很多人 你了解 了解就好了 他沒有要真的讚美 因為對他的讚美太多了 所以你信可以放下了 對 你得到解答了 我跟你講 這招 其實我並沒有覺得很有印象 對 他要的不是那些讚美 他要的是國人老師 你知道我那天 所以乃馨姐 他如果講 跟你講哪一句話 真的會有打動到你 我們那天的氣計畫沒有離世 他講了一句話 那天我們沒有什麼悔過書 也沒有什麼開玩笑 他以前我吵架他都會最後 你知道嗎 就像 我潑他水的時候他會說 嘿嘿 請不要幫我洗個頭 對 張水潮 對不對 我摔他吉他的時候他會說 老婆 還有三十把 要不要一起摔 他以前是會開玩笑的 他那天也開不出玩笑了 因為他知道我從來沒有這麼認真 他那天跟我講說 他說 乃馨 我們都不完美 他說 真的 以前你說過很多傷我的話 他說我們之間 永遠都是我主動道歉 他說我仍然願意道歉 他說可是我 沒有辦法跟你保證 我不會再犯下一次錯 你知道他以前是不會 然後他就開始 有一點沒有刀哭 他就有點 眼眶泛淚 他說你願意像我曾經饒恕 你這樣饒恕我嗎 我突然那個氣都沒有了 我就突然覺得很心疼 我想說我傷他事也不少 我對我是幫他很多 但是我傷他也沒手軟 我覺得很多人在走入婚姻的時候 都期望對方完美 但是都沒有看到 自己其實不完美 而且我們通常不完美 那一面只會讓對方受傷 沒錯 然後他這樣說我就說 我願意 我說那我也對不起 就過了 其實沒什麼大事對不對 沒有大事 都是一個氣過不去 我覺得很多時候 其實一段關係要繼續下去 最重要的就是 面對自己的不完美 對 你只有接受不完美 你才有辦法得到 最完美的關係 而且也不要試著去改變別人 對 永遠改變不完美 所以我覺得不會再有 本性是很難 真的完全病 可是S是看著我們走過來 我們結婚十四年了 我們剛剛來康熙那時候 其實我們連男女朋友都還不是 是嗎 是 我們那時候就是曖昧當中 然後我們 我們這樣十三年了 十三年各種吵吵鬧鬧 然後也沒有真的就分掉 而且其實我們中間 又經過了很多共同的 同心協力的奮戰 我覺得我們現在 還是脾氣很降啊 你知道我還是 還是吵的時候還是會吵 我講話就還是讓你們覺得 你要講到什麼時候 姐可以了嗎 然後她還是一個冷對不對 就是那種 一個冷 冷幽默的評委 但我覺得有一個東西 有點不一樣了啦 就是我最近跟黃國人講說 我們已經吵了十三年 我們能否學一些更有效的溝通方式 就是當你要啟動這個 洛洛燈的 他說好了 那我就說好 我知道 你那個 許博士說你現在是不是 就想刺激我 覺得我太完美對不對 怕我自己為是倚天賤 你要把我說成水果刀對不對 好啦 我跟你說 我是你的忠實粉絲 我永遠不會比你高 你放心好了 這邊是我為你做的手工藝 這邊是我給你錄的這個 後來乃馨就做了一個 他說老公 他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躲在一個角落 把鳥巢所有的點點滴滴 都用手工把它做出來 這是乃馨做的 太有心了吧 裡面全部都是鳥巢的點點滴滴 它是一個這樣的盒子 它可以打開全部 我鳥巢所有的東西 鳥巢人生中就只有黃國人 因為我們有小孩 真的很誇張 它那個爆炸盒打開 有好多面向 至少有一百個機關 一百個機關 然後裡面都是鳥巢 當天前前後 然後這是整個盒子 然後你盒子打開以後 它是一層又一層 那是那天滑溜的表情 然後黃國人的創作 包括從我願意 味道 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 雪狼狐 袖手旁觀 我把他每一首歌的歌詞 都用照片拍起來 雖然你們兩個廢話連篇 可是這件事真的很感人 當你看到這個東西之後的 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眼淚流下來 哭啊 我覺得太感動了 真的太強了 你為什麼會愛他 愛什麼這樣啊 好愛你喔 就有一種 著了魔吧 我跟你講也有很多人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嫁有黃國人 他到底哪裡好 然後也有很多網友會問說 你為什麼要舉寇乃欣 他這麼的那個 這麼洽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娶我 但是我覺得國人有一件事情 讓我很沒辦法抵擋 什麼事 他是... 不要跟我講外型喔 我會生氣喔 什麼小孩子什麼態度 只能講外型 他外型真的不好啦 一定有別的... 是 他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是一個會傾聽跟進步的男人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國人是一個 他會反省跟道歉跟進步的 而且正常來說 他並不阻止我進步 就是假設我 妳變得很棒很... 他會以妳為榮 他除了像許博士那樣說 刺激我之外 正常來說他都是願意 跟我一起好 但是我覺得我還有一個祕密武器 今天我可以公布嗎 什麼 許博士幫我分析一下好不好 好 有帶來 他很喜歡聞我的味道 我的天啊 他每天晚上好像都會耶 幾乎睡覺 立下嗎 因為我們睡覺會抱在一起 沒有 他聞這邊 脖子這邊 然後他會... 他會就... 他就好像 我說你是熊嗎 還是貓 但是我們大部分這樣 那你知道貓碰到那個叫什麼 天木聲還是...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 他這樣做我都很開心 然後我覺得是他的情緒 他說他聞聞我味道 他心情很好 這是他的幸運 他的味道是什麼味道 就是一種費洛蒙啊 我也說不上來 就是他個人的味道 就是吸引到你就對了 因為我很怕人家的味道不好 他靠近我 我都會退避三色 然後因為為什麼 我的味道這麼好 因為味道也是我寫的 想念你 什麼 不...不扯 然後有一天發生事情 我那一天非常的累 然後乃馨抱上來就開始聞 那一天他聞好久 然後我就有一點說 你屁咧 平常也這樣 老婆 你到底要聞多久 我要睡覺 然後他就轉過去 然後我覺得空氣就結冰 然後我就醒來 你才沒有那麼溫和呢 你一定是翻臉了 你一定是那種 要多久啦 被聞到生氣 怎麼什麼東西啊 我不能接受他這種 或是這種 這我就不行了 對我來說態度不好 所以你就轉身哭了對不對 他轉身 然後我... 我本來沒打算哭 我就想說 老娘就不聞了 然後我轉過去之後 就有一種默默悲從頭 然後他就說了一句話 我再也不要聞你的味道 然後我心裡想說 然後我本來不是很累嗎 後來我就醒了 我睡不著 我知道他開始哭了 我就看他已經在流淚 然後我就覺得很心疼 因為我覺得 這是他的樂趣 他說好啦... 你聞啦 我說不用了 不需要 那個是愛 不時接來時 然後我隔天就寫了一張 保證 又有 又有 有玩沒玩 又有 你不要再為難大家 節目時間也不夠了 六十分鐘了 你今天講夠多話了吧 觀眾已經不能忍受了 睡前 無限秀的意思 這一封... 這一封書叫做 最後說 老公宣告 老乃馨 可以任意 任何時候 任何地點 任其無限制的 西秀 直到老婆滿意為初 老公皆不能抗拒 我跟妳講 我跟國文哥分享一個案例 你就可以理解這個意思 因為其實聞味道是一個 愛的表現 因為曾經我有一個案例 他就是很喜歡聞他 男朋友的味道 然後就是會聞一下 然後聞到就是他男朋友出差 都要把那個衣服 放在就是圍在這裡 那就是肺若萌嗎 那也不是 就是個人的味道 很會散發的味道 對 然後那個人就是 他們就是很相愛嘛 那有一次那女生來 她就說 老師 我覺得我好像不愛她了 我說為什麼 她換了肥皂嗎 不是 因為她說她開始發現 那個人是糊臭 結果他們真的分手了 但她為什麼 就愛的時候會覺得 那味道是喜歡香的 然後不愛的時候就變糊臭 對 但是那個人真的是糊臭 老婆 喂 沒有 妳那個程度 我們沒有人 我可以幫妳檢查喔 只有一個人可以檢查 對 我無法確認 妳走開 不要過來 就是那個案例真的是這樣 許佛是 它是味道變了 還是她愛變了 所以如果乃欣姐 妳有一天突然覺得 那味道噁心 就代表妳不愛她了 我懂 就差不多可以理了 對 你們可以不要去那個 許涵胖的那個診間 好好聊一聊 去報名一下 我覺得現在全台灣人都知道 沒有 全台灣人都知道 你們兩個超級相愛 對 沒有啦 真的很愛 我覺得你們兩個眼中 真的只有對方而已 沒有其他事實很可怕 很可怕 你們不要輕易地分開 因為世界上不會再有 另外一個人 可以這樣配得上他們 對 我們宣布我們是一個團體 叫做就是愛 你知道嗎 這個秀就是這樣開始的 就是 STAR STAR already Yeah 就是你知道 今天有一些你知道 不知道是真的ABC 還是假的ABC 來到現場 我們聊一下說 你知道 他們如果在國外 你這個為什麼你知道 你看 這是什麼 好 OK Just like 你知道 沒有 對不起 因為你知道 國外回來有點口頭欠 口頭欠 一點點 我已經盡量再改 你現在是在模仿陳冠希嗎 冠希是這樣子 其實有差別 所以剛從LA回來 重點不是你 現在有六位戴面具的來賓 是 裡面有真的ABC 也有假的ABC 對 我們要來先盲猜看看 到底誰 那當然在我們右手邊 兩位就是 就是C啦 倒立的台妹 就是中文啦 對 我們也是會英文談談 我們現在遇過很多ABC的 而且有些ABC真的很討人厭 我們等一下再聊 Sing 對面也有很討人厭的ABC 首先 那麥克風在 兩位 那就先從第一排的 這位男士好了 請問您的英文程度 大概一到十分有幾分 我 我要給五 五到六 五到六 對 那你可以用英文 自我介紹一下嗎 當然 我從加拿大 加拿大 結束了嗎 什麼意思 你的自我介紹結束 你什麼東西要 你是腸腦鴨嗎 我沒有想到自己 這樣 你知道 你知道 幾個 好可怕 好壞 不要再笑 不要再把他在跟他笑 他現在到 米奇妙妙物 有唐老人家出現 我跟你講 會想這樣 沒有 沒有要穿那壁褲 你知道嗎 我要看的聲音 對 對 不要 我跟你講 不要再被弄笑 I almost got a bit of that OK 可是我覺得會講那個 Check it out 他是不是有講 他剛剛有講吧 我要是Check it out 還是是Check it out 你剛剛講嗎 Check it out 有 不要拿來 他們會講 你覺得他是正ABC 還是假ABC 假的假的 會講Check it out的人都假的 而且他的穿搭也不像ABC穿搭 你看他的褲子跟那個球鞋 有多抬啊 你看 分開是好看 但是搭起來偏尾盒 而且他那褲子太 根本分明就太短 然後還露出裡面的黑襪子 然後又戴金錶 就感覺就是 台客 那要直接 我們看一下他是誰好了 好 那麥芹 Yeah GINSA 台客 你看 我從加拿大 For real 他直接把你的便衣關掉 關掉 你突然沒那麼好笑了 你突然沒那麼好笑了 祥辰 For real I'm not I'm from Canada I'm from Canada I'm coming back and do a lot of bad shit You know I'm not a lot of stupid stuff 你怎麼講的 A lot of stupid stuff I don't even know But right now I change Look at me now 不要麻 他多放麻 你一下放糖 壓一下這樣拉下來就要我講 不是 你根本就長得不是ABC的臉 我不是ABC 雖然是ABC CBC是不同的 Canadian born Chinese What's up OK 照理說 在國外出生 或是在那邊待過一陣子的人 臉都會變得比較好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臉都會變得比較好看 那你是歧視 我是說有這個跡象 但是你偏偏沒有 因為我回來的時間也長啦 太久了 又變回來了 又變回來了嘛 我剛回來OK的啊 好 白白的啊 那現在就是這樣啊 回來久了就排話了 旁邊那位感覺比較像ABC的 這是OG OG 有OG 給我 請問一下中間這位綠褲子 您的英文程度大概有多少呢 我認識自己的約60% 如果你是4%1-10% 5%6.5% 他的英文感 為什麼發音就比余祥選好 對 他光60%就好像 60%6.5% 什麼意思 2.5% 我認為5%2% 我知道 5%5% OK 我沒有要取消你的意思 不要先自賣褲子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你舌頭比較短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好 你再講 你是在美國嗎 對 我小時候在英國 你有沒有交很多女朋友 不 沒辦法 我可以計算 大概在5% 5% 在英國 5.5% 不要哭 對 所以你覺得你的面具拿下來 會比剛剛那位先生更像 有在國外生活過的人嗎 你講到這個男人嗎 對 那個是特朗普 你打我的頭嗎 我不會打你的頭 看我 看我 你先 你幹嘛啦 你不要干擾我們主持人 好不好 好美 我不講話美 那我們來看看中間這位先生囉 3 2 1 請拿 OG Jason OG Jason What's up 先生你就長得很ABC的臉啊 笑聲也是ABC 你沒有笑出來的啊 我們就笑就在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講 HELL What's up 我卻你們兩個都在鏡表啊 ABC的笑聲是HELL耶 對 HELL 那你要說那個狗在叫 你會怎麼講 用英文 Dog is barking 不是它的叫聲 對 你要模仿狗的叫聲 Wang No 外國人不是這樣子 Wang Bark No Woof 喵喵喵 到底是哪一個啦 Rough 對啊 因為台灣人就會說 Wang 可是美國人就是會說 Rough 我們那一區的華人 講英文的不會 你們是說Wang 我們也是講Wang 有三天台 對 那一區華人比較 所以他說6.5 6.5 你實在說真的比較短 所以不是你的錯 所以你講話會有一個 自己的腔調 沒有 他有他自己的風格 對 就是比較像那個Snoop Dog有沒有 有一點大聲 跟這個腔腔腔 Snoop Dog 對 所以基層如果他這種行人 在美國是不是很容易被霸凌 不會 他個性很好 你認識他 認識久了以後 就不會想霸凌 可能頭兩次會覺得很有趣 對不對 然後 給我一些 對 因為他也是 他也是claim自己是CBC CBC的意思就是 Canadian born Canadian born Chinese Canadian born Chinese 所以你是在加拿大生的 No I got Canadian passport 我有加拿大的護照 對 好厲害喔 對 你好敷衍喔 對 好 那我現場有兩位女生 先看這個 完全不是ABC啊 我要側面看起來還滿順的喔 哪有 我覺得是上了年紀的人 對 你看他 他這邊有這個東西 你可以接受嗎 對 台灣蚊子這麼多 台灣蚊子多 很有趣啊 你覺得美國人 會穿這種東西嗎 身上完全沒有一個蚊子的包耶 就有一點上了年紀的女性 上了年紀 然後可能很喜歡去國外旅遊吧 真的假的 因為你看他 我已經很久了 你覺得你的英文程度大概幾分 I'm pretty good I would say loud and I 9 9 points 9分喔 9分 比你們兩個都還要夠 Yeah Definitely right Yeah 那為什麼你的打扮那麼像 上了年紀的女生 Because I am 你真的是上了年紀的女生是不是 I am 你幾歲 40 40 Over 幾歲 Do you want to know my actual age What Yeah 48 Oh my God 48 48 Not for real No 你這樣看不出來 You don't look like it You don't look like it I'm a 48 year old girl 不可能 I'm a woman But a girl at heart OK 已經開始有點想揍她了 快了快了快受不了了 好 那你先猜猜看她是不是ABC 就剛剛這些 我覺得她不是 所以要看我的臉嗎 S姐 好 看一下啦 3 2 1 請拿 不見啦 對啊 好久不見 妳有妳剛剛說48是開玩笑吧 是吧 我幹嘛要開玩笑 我也不想這樣開玩笑 妳怎麼可能48啦 真的 我48 我也不想承認 那Jason你幾歲 45 我們一樣大 差不多 對 對 39 你好年輕 39 不可能 39 怎麼這麼小 對 真的 You don't want to get me mad 你是余天的兒子 為什麼可能那麼小 你是余天的兒子 為什麼 余天很資深耶 你應該也很資深啊 我滿資深的 對啊 所以你應該也是四十幾歲啊 還沒啦 我真的以為你四十幾 可是我四十幾 就是她說四十 你應該是48吧 我看起來48嗎 不 你看年輕 我看年輕吧 很年輕 我不認為 你看我 好 忘記了 你為什麼今天只要露你二頭 最近有練 有練肌肉 請問你只有練右手嗎 左手沒練肌肉 有啦 左右手 不好拉嘛 我要怎麼這樣 然後這樣 所以你炫得 我要怎麼這樣 不用 你教我 但有腹肌嗎 沒有 一點點 我不要這樣 不要 我沒有要靠 我沒有要靠 你問一下 好 然後Jason後面那個男生 也是故意打扮得好像很ABC 這是假的 很假對不對 如果以穿搭來說 因為像Jason的穿著 你就覺得是 是從他的心 他就是很自然地打扮成這樣 可是你是故意要穿成是 有點像ABC的樣子 不是真的 我會像這樣 耶 耶 還有耶 耶 那是結束了 給我一點耶 跟我們聊聊你最近的事好不好 我 我會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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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像這樣 我會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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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聽得懂嗎 這段話 有 但不知道他在講什麼重點 他的開場白是 介紹他的女朋友的認識 這是什麼 對 可是他是做什麼的 你女朋友做什麼 她也會來這裡 然後她有家的商業 什麼商業 什麼商業 成人 成人 成人的東西 差一點聽成一隻狗的聲音 我以為 那你覺得這是真的還是ABC 還是沒有 讀過書在那邊 OK 緊繃一年半 至少五年啦 五年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正面部 三二一請拿 什麼 什麼 沈默 話大跟頭 你好 也沒有很久不見 你好 你好 所以你是ABC 我一直從來沒有說我自己是ABC 但每個人認為我為ABC 因為我是小學 ABC是誰 哪些ABC 二伯啊 救公啊 救媽 對 舅舅啊 表弟啊 表弟 我是ABC啦 表弟 OK 可能有人 我不知道 誰 我不知道 你可能問 有人 我不知道 所以 我是因為小學 在美國 然後國高中回高雄 然後大學才又回去 我跟人家比較不一樣 走來走去的 對 我是這樣子的時候 就是 我一直不覺得 我應該說 因為這集的問題是討論 真ABC假ABC 對 我們等一下還會猜 因為你們可能是在騙我們 對 但是我不覺得 就是真假ABC 有什麼好 去界定的 It's like It's your own 你是覺得我們節目主題很無聊 是不是 這個主題就是我們製作人定的 你要我怎麼辦 B露哥 B露哥 他們有人在指引你喔 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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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很重要嗎 對啊 麻煩你現在出去 你那麼不重要 你就出去啊 你不要 I don't care 你是不是真假ABC 請 那個出口那邊 Please go Right now 現在嗎 現在嗎 B露哥說自己叫 自己要叫喔 不要隨便 請問我們製作人 OK 他已經上了年紀 他要講單語已經很難了 OK 對啊 他現在想出這麼無聊的單語 我已經 Oh my God I can't 白T恤的那位 白T恤的那位 要不要自我介紹一下 Oh Oh I was I learned a lot in the in the states And I I been to the fast food restaurant too And my In the other hand My favorite host is Alvin D She's so pretty Wow Thank you OK She's He's kinda kinda sweet 只要你也不 沒有什麼意思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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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at all I think she's very gorgeous and pretty and Merry's funny also Bro That's too much 奇怪 他講真心話也不行喔 Wait It's my turn OK OK Sorry OK OK Got it 我不管他是不是真的ABC 我覺得他就是個好男人 我們要換主題了嗎 我們要換主題了嗎 猜猜誰是好男人 Give me some credits 我們要看一下這個好男人的真面目囉 3 2 1 請拿 Hi Ako Ako Ako的重點根本不是 是不是ABC啊 他的重點是他那個BBOX很厲害啊 他的Skill太強了 對 太強了 真的 很厲害 現在不可能性首年來可以來一段吧 我跟你講他就是可以 他OG耶 台灣第一屆 他是台灣 他是台灣首屆 DBOX冠軍 Let's go 在兩千年 兩千零初頭年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今天在亢奮什麼 對 不好意思 我們節目都 我們都知道 他有上過我們節目 OK 我知道 他上我們節目的時候 你還大概這麼小而已 你快在那邊跟我介紹 他是誰Ako OK I know him Let's go Let's get it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對啊 可以覺得好 我們都給他 好 OK Eco 如果你B-Bus玩 要喝一杯水的話有辦法嗎 好強喔 天啊 如果你喝完水 想搭大象走可以辦法 大象走 再一個 再一個 大象走完之後我突然想大便 然後大了三條之後 然後又放了兩個屁 OK 很緊確喔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就不用緊 我覺得主題要不要改成 表演才藝 對 才藝競賽 我是覺得 下一個用麥克風的 可怕會害怕 我害怕 還好沒有 我才會害怕 先擦一下 還有一位 是 還有是不是 還有 他的膚色看起來 就是很像在國外很久的人 曬太陽 自我介紹一下吧 我是一個音樂創作者 還有一個微型的主持人 雙語卓詞 我持有國語人 層級1至10 我給自己6或6.5 6.5 英文好標準喔 對啊 而且就是 就算變了英文 還是聽得很清楚 是好聽 對 好 講得很好 你先B-C-B 我們為什麼還要裝傻 對啊 好啦 你可以拿下來了 P-C-B 我剛剛就跟他們說 這個膚色太好認了好不好 SJ一定知道是誰 對 而且妳的頭髮就是 你看是怎樣的 可以洗的頭髮啊 我們兩個要負責猜 誰是真的 誰是假的 我覺得 為什麼 因為他的 我不知道 因為其他人的A B C腔 就會很 很真實 很落地 對 就好像很 BODY BODY的那種感覺 可是他的 就是講話很慢 然後他好像要想很久 他講中文的時候也這樣啊 而且 而且我覺得他用字前詞 好像我們都聽得懂 就他用字都很 用字很淺 都很 比較簡單 就跟其他人比起來 因為其他人講話會連在一起 那你跟Echo來一個 英文談論 看他多淺吧 I hate you 因為你不是英文 你是好學生 應該也會英文吧 對啊 我的英文就只會簡單 來 談論論 來 談論 嗨 怎麼回事 還好 怎麼回事 最近你最近做什麼 什麼 你喜歡 我喜歡吃什麼 你喜歡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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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 Getti 我們去吃 Spa Getti Yeah What time Yeah 你太淺了 Is it OK for tonight 7 9 o'clock Yeah I'll pick you up OK Go Let's go Yeah OK OK Yeah 這不是你把 說得不清楚 你又是眼前重這樣 這個我們會稱之為 Chinglish 就是Chinese的英文 Chinglish 對 但我們因為 這個節目很多人看 所以他說我用的英文潛詞 是比較 比較淺的 就是像我這種 蔡徒都聽得懂的 因為我不喜歡用 專有名詞去解釋 專有名詞 就是要讓人家聽懂 就是要讓 大家都知道你在說什麼 就是因為他的字 都是很乾淨的 然後剛剛其他人之後 換成乾淨了 對啊 對不起 會怕了 對 會怕了 好 那你剛剛說他是假的 那你覺得誰在你心中 是真的是在美國出生的 應該是Jason 我嗎 因為從小我看到他的V 這台是那個電視 那時候我也還小黑 對 因為他給人家的整體感 都很真啊 所以請問Jason 你是嗎 我不是 你不是 對 我真的不是 所以現場真的有人是嗎 應該 你說在美國土生 他在美國 那Born的話應該沒有 你 他是人的 Oh wow 你們都猜說 很難猜吧 如果你們的定義是在美國出生的話 那只有他 出生在美國 你在美國出生 可能是美國出生的嗎 Yeah 五歲就來 Drop 你們可以 Drop 五歲就來台灣了 因為我爸那時候 就是他是大學老師 那每幾年是可以申請說 柔子庭薪 然後去申造 然後他去的時候就把我生下來了 那我 我待了五年之後 所以他是去生孩子 對 所以他是他爸爸生的耶 Explained 很新的耶 Explained 但我兩個哥哥是台灣出生的 難怪他就是這樣 時間點是我在那邊 OK 所以我來的時候 其實中文學的反而是比較多的 可是你覺得你的中文跟英文 哪一個比較好 中文還是比較好 因為每天還是 從小讀書到大學都是 中文 都是中文的 所以佩琪 妳也沒有在美國出生嗎 沒有 我是大家一直講 我有可能 可是我真的覺得我沒有 我覺得是台中腔 然後大家誤會了 妳給等一下 台中腔 台中出生了 變成 我已經是 我已經是 台中腔 所以妳講完話後面 會講Hill還是 Hill 我會說Hill 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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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台中腔 遙公盡拿來給我吃 How is this related 真的 因為我覺得是我的腔 然後大家誤會 可是其實應該是因為 我是台中人 妳看他聽起來 這有一點 講國語的時候有 講國語的時候有 但是我剛剛聽到她 她的英文的腔式 她的英文的聲音 可能就是像他們講的 更自能腔圓 可能我覺得 比我自己的更好 就是感覺是當老師的英文 可以的那一種 所以你是在那邊讀書 讀了多久 沒有 我不是在美國 我是在曼谷讀國際學校 然後我是在台灣讀雙語學校 那麗仁 妳是在那邊國外讀 我是在台灣生 然後我們七歲多 八歲 就移民到美國 所以從二年級 一直到大學畢業都在那邊 所以我剛才會說 就是ABC會有分 因為我是在台灣生的 那可是大家都會把自己 在那邊長大會叫 American bread Chinese 那所以今天這樣的主題 我也是很confused 因為ABC 什麼真ABC 不是很假的 莉莉姐都這麼說了 到底是因為 謝謝 O.G.O.G.O.G.C 可是他從五歲之後 都在台灣長大 所以他的文化比較 Chinese 對 所以我不知道 我覺得真的要去怪ABC 其實是文化 對 跟Ton Carter 然後還有他的想法 在美國待久了 自尊性有沒有比較強 那個稱謂對他來講 其實 其實 我們今天只是要玩這個遊戲 OK 就是你們弄得像ABC的人 結果竟然是他才是 OK 我們現在找出來 唯一一個真正的ABC 就是 ABC Cov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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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感謝大家 最後我們也會啦 還沒啦 你說找出來就好了嗎 找出來就好啊 你不是說很難嗎 是嗎 很難猜 真的 我們這樣可以嗎 會不會惹到你們 不會啊 OK 是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有一些人是 他們雖然不是在美國書 出生可是他們待的時間 會比真正在那邊出生的人 還要長 所以他們這邊接受到的所有 你看你剛剛說的文化 或是你身邊的朋友 所以他們把這些東西 帶回可能台北的時候 大家都說 為什麼你的 所有的行為 不管是你對待朋友 很美事或是什麼 可是網路上 就還有另外一派是 他們可能直去留學過 或是打工換宿 一個月 兩個月 回來他就說 然後就是英文這樣 那就不一樣 OK 所以大家在討論說 這種到底是假 這種就是真的假ABC 那就是真的假 那就是做作 所以你們在國外 讀書的時候有被欺負嗎 真的 我剛開始去的時候有 因為我剛才去之後 是比較胖的 然後欺負我的不是 你幾歲去的 我十一歲去的 我就說是胖胖還矮的 然後欺負我的不是 反而不是 因為我幫他把我丟在白人區 所以欺負我的反而不是 反而是當地的華人 是當地 是當地少數的華人 我要去跟他打籃球 我在雪地裡面 然後我去跟他打籃球 他把我推倒在地上 然後我就摸摸鼻子 然後起來我就抱我籃球 然後我回家才 別人有點掉淚這樣 然後我那一年 為什麼要摸摸鼻子 因為很難過 血弄到吧 刺激的 難過 其實我那時候有一點 就有點想哭了 然後我就拿著 那時候幾歲啊 十一歲 然後我那一年 你們都不在乎他的褲 他褲了 他十一歲的時候 等一下 我剛剛是不是要講十一歲 我十一歲的時候 我問他 我問他 我問了你說十一歲 對 可是那時候Jazer在放空 對 當然 爸爸在休息 然後我反而是從 你到 自己我都念不完了 就是英文單字 所以你是完全不會在英文 完全不會 然後那一年我 然後我醒來讀書 就只有那一年 很認真的讀書 然後就會了 十一歲的時候被欺負 對 之後就變得很受歡迎 對 為什麼 然後後來到 因為後來 我也不知道 還是那些外國人發現 你爸爸是余大哥 沒有 從外國人怎麼知道 我爸是余大哥 可能我的個性 我的個性 我很容易跟人家聊天 很容易跟人家講話 然後那時候 在加拿大沒有別人 只有兩個姐姐 兩個姐姐不理我 完全不理我 沒有人 旁邊是沒有人的 沒有人 就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我就 很認真的去讀 必須靠自己 對 然後為了朋友 可能那時候會做出很多 很白癡的事情 最壞的是什麼 打架 幫忙打架 對不對 根本不愛我的事 我好像很常聽過 他很出名耶 他在 打架出名 他在LA是單挑 那個類似那種 出門要帶槍 單挑網 我已經不是亂講了 單挑網 你是單挑網哥嗎 在LA有些地方 不是同一個輩子 你可是有聽過 就是他有這些故事嘛 一事蹟厲害到 傳到你們完備了 對 因為他是比較早一點 我們那時候的 都是歐劇嘛 因為剛好電影 又會在播什麼 古惑子 對 然後那個時候又流行 聽Tupac的音樂 都是比較Gangster的 對 其實現在聽都還是很好聽 所以你在那個 那邊不學壞 不跟人家起衝突都很難 就像我之前還記得 有一個剛從監獄裡面 放出來的一個大光頭 很高很壯 然後回到我們的學校 然後見到人就嗆 尤其看到我就是指著 I heard you're Jason, right Where are you from? 這是... 他就講他是自從哪裡來的 美國人是很做自己 他想罵就罵 他想罵就罵 他做什麼就厚什麼 那種很多 那時候我在球隊 我也不想惹麻煩 但是... 可是打球很容易起肢體衝突 回家就是心裡面 想一直很不對勁 然後我還是忍 但是一個禮拜 他每一堂課 就是只要在操場那邊附近 碰到我遠遠的就開始嗆 然後... 就像Jason 你為什麼不會嗆人 我會啊 現在會 可是他剛剛嗆得很冰晉 你要我在電視上直接嗆 可以播嗎 沒有 他剛剛就有說 他有嗆回去 他就知道他... 所以自從那時候大家... 不是 剛剛那個就有點沒嗆 嗆嗎 What the... Look at you 那個... 那個我在講情話 不是 不是 我講那些會播嗎 不是 你就這樣嗎 有點性感的調戲 調戲 都觸摸 都觸摸 不是嘛 你就要加在圈套裡面 對 都愛 因為剛剛就說 他剛剛有那種態度 就說什麼 I see 你是不是很厲害 還一個 很久啊 沒事 你天生浪漫 對 好可愛 很浪漫 你剛剛那段有進我心裡 我想說可以... 可以播嗎 不行啊 好啦 Jason 還沒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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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聽你 我講到哪裡了 你說你越講越不對勁 對 後來 後來我覺得說 一定要去跟他 把這件事情解決 然後他就在那個 不是有那個 PE Class 然後後面有那個 Locker Room 對 就在那個更衣間 我就看他一個人坐的 我就想機會很好 我就把門關起來 他比你高大很多嗎 高大很多 我想說 Yo Q You still got me right 我就說 你還是有跟我有問題嗎 我想說 What's up then 然後我想說 Nothing Just me and you Box it out one on one Right now 我就說 我哥跟你現在單挑 事情就可以解決 好有種喔 然後他 然後他竟然跟我講說 No man I'm on probation 就是說他其實還在假釋當中 他在講 我說 Every time you see me Talk 然後我說 No we're good right now We're cool right now 所以他就跟我擊掌了 然後經過了那一次之後 每次下課見到我都會 就代表好像說我是朋友了 所以我就說 受欺負的這一段 在美國的小留學生 常常會碰到 但有時候 他是在測試你的底線 看你 他看你是不是 你沒有在哪裡 所以之後越來越 他會膽小他就會一直欺負 對 如果你碰到他 你眼神不敢對他或是怎麼樣 那可能會被欺負的更嚴重 You'll be like a chicken You'll be like a chicken Don't be like a chicken Don't be like a chicken Don't be like a chicken 因為我想說一對一嘛 頂多 他很大隻 我打一下 我那時候速度很快就跑就好了 搞不好還沒事 可是我覺得敢 就是做出這件事 就是還是很有種 對啊 對啊 我就想了很久 我覺得 唯一可以解決我自己的方式 應該是大概這樣子 我那時候被欺負 是很小的時候 還在幼稚園那種 幼稚園小區的那種 幼稚園應該還好吧 就是 氣到現在應該是 應該是 氣到現在應該是 因為我住的是 鼎哥就說 I hate you 你怎麼了 我住的是 純白人區 UTA 他是超白人的 鹽湖城 對 那那個時候 每個家庭其實都會等校車 但每個區 他都有一個安排 所以我就住那個區 就要準備 所以背上書包 要上車的時候 前面那個白人呢 轉頭 吐我口水 吐在我臉上 所以我那個時候 很訝異 為什麼他這樣子 吐我口水 然後我爸曾經說過 拓面致乾 所以我就沒有擦掉 哇塞 拓液在臉上 自己會乾掉的意思 拓喔 拓面致乾 他的意義是什麼 我還聽不懂耶 對 後來我就想說 他們敢這樣吐我口水 我學了BBOX 以後到他們面前 也吐他們口水 所以你有回去嗎 你有回去嗎 有啊 中間那個 譬如說有 小學的時候 也有再回去 其實那個時候 那時候就已經會BBOX了 會有一點點 然後他們有開始尊敬你嗎 有 那個因為其實 我一剛開始 沒有什麼才藝的時候 人家還是會想要 看你矮小 因為我 我以前是很矮小的 後來再長到176 176這樣子 那 想講更高 你再講更高 17就176 176就176 176 後來就是 你學了一個才藝 人家就不會 就是看不起你 反而會 想要跟你當朋友 因為好奇你 像我是八歲的時候 我們移民過去的嘛 那我又是一個女生 大家都會覺得 中文是不是都很文靜 然後什麼都不敢說 然後那時候大家就很流行 就是比這些很奇怪的眼睛 然後就是 對 然後就一些人就是 Exactly Chink 然後他們就是 Exactly 那所以他們變成 你什麼都不說的話 每一天都會這樣 但是真的看到你就會想要 不是 我聽不懂 歡迎 歡迎 OK 讓我結束 所以你該不會是因為 被七飛仔割霜眼皮的吧 不是 割霜餅這件事情是我媽媽 可是我不能講 因為她會生氣 希望她不會看到這個節目 假如你每天就是那種你知道 就是什麼都不講 然後就被人家欺負 他們每一天就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女生的欺負是哪一種 都有啊 女生就是會 在一群那邊看到你 這樣子指著你 說我的天啊 就會講一些有的沒有 她甚至沒有在講話 就會一直指你 然後看著你在笑 然後給你臉色看 然後就看到你就翻白眼 然後這樣轉過來 哇 那你就是一個賤人 像我們去沒有認識朋友 所以就是 要麼就是很孤單在那邊 要麼你就要想盡辦法融入 那我是後來怎麼融入 因為有一次在咖啡店 要排隊要領那個午餐 就一些人就很喜歡在旁邊 就是又這樣子推你啊 又弄什麼 然後到最後我就已經 手來腳來的 對 我已經受不了 所以就是撞回去 我就打回去 然後真的沒有人會就是 幫我們 大家就是會站在一個圈圈 然後叫老師來 就變成一對一的 大家會自動形成一個雷台 然後我就說 What the hell do you want 然後就是這樣子 反正一直推回去 一直打回去 之後我們就變朋友了 人太好的話就會很吃虧 會被欺負啊 可是來台灣人長得要好一點 因為長得Resting bitch face 就被人家說難搞 你從國外回來又怎麼樣 我的 ABC 什麼都沒做 就被人家一直射箭 所以現在就看到大家就 嗨 你好 也不至於啦 我想那是有點誇張 我想問一個問題耶 就是因為 我覺得他們看起來 都是很好相處的ABC 但他們自己會不會有遇到那種 他們自己都覺得很拽的ABC 因為像我之前有一次遇到 就是我朋友 大概我跟ABC去吃飯 然後我就是朋友先介紹 我說我是誰嗎 不吸地的班底 然後 所以是最近發生的事 對 大概年初的事情 然後他就介紹說 這不吸地的班底 是小S的節目 然後那個人就說 他誰啊 就是一個男生 他誰啊 男生還會有這種情緒喔 對 他就是 他整個人就是 妳是不是模仿錯啦 對 他是Gay嗎 是不是 他是Gay 姐妹吧 我不知道他是姐妹 他就是打扮得就是 比較乾淨俐落 然後一個男生 然後拽拽的 然後我們就說 我其實下意識的 我就直接說 你不知道他是誰 他可能被我這句話激怒了 他說 我又沒有住台灣 我沒有在看台灣的TV show OK 討厭的 妳有遇過 討厭的ABC嗎 我想要回的是 我覺得你遇到的 他不是一個真正的ABC 因為真正的ABC的話 他的中文應該也不會那麼好 對 他一定會知道 S解釋誰 可是他就是不屑 所以他就是可能在國外待了 你知道一些日子 他可能是不屑你喔 可是他是用 他直接說我不知道那個人 因為他就是不屑 就是因為你有上電視 然後你又跟S姐在一起上電視 他沒有上過啊 所以他就會說 I know 你是誰 這種人是比較自己 你知道就是自信不夠 所以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遇到 男生組 你要講嗎 你會遇到 你會遇到 憲哥講 而且我哥說 我見到這個 比較遷奏的是 是在台灣碰到的 一樣 剛好那時候我們從 O.D.出來 我們有一個好朋友 光遠弟弟 他的女朋友就 我們大家在聊天聊一半 那個人喝醉了 講英文的 講一講手就 搭到他女朋友的肩上 然後 我朋友就會瞪他 他就說 Act like I never seen No punk gases before 就說 感覺好像我沒有看過 你們這種小屁孩一樣 我就聽懂了 我說 Yo you need to back up right now 然後我說 What What you gonna do 就是問我們要怎麼樣 但他們只有兩個 只有他一個 跟另外一個白人 What you gonna do 對 然後我們就覺得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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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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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嗎 妳會想嗎 我才會有這個 我才會有這個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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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妳為什麼 發腳還不是啊 我們就中間階段這個很好 緩和一下這個很奇怪的氣氛 我 好想接人在 結果後來 完了 我的朋友們就 就想說算了 不要理他了 然後結果 我們就慢慢地離開 慢慢離開 他遠遠地 還在叫囂 罵 然後 就覺得我們很沒種 然後接下來的故事就是 犯罪了 就犯罪了 好幾個跑過去 收他 就 對啊 把他丟到 那個 河裡 Trasher 沒有 停摩托車 把他當骨牌一樣 把摩托車給 撞到 好大喔 真的犯罪耶 天啊 真的好忙喔 為什麼一天二十四小時 根本就不夠用呢 有些人就是把自己的時間 塞得滿滿滿 然後覺得說 一整天的行程 好像都做不完 一整天就結束了 可是有些人就是 可以把時間弄得很輕鬆 過得很放鬆 就是輕鬆組的 因為像我就是屬於 覺得人生一定要很放鬆 我才可以 慢活的 Yeah 有人在Yeah 就是要優雅 我們要優雅一些 That's right 優雅的過 何苦要那麼 Beezy Buzzing Big 對不對 對啊 是不是 是這樣嗎 什麼Bee格 我有聽到了 我有聽到喔 Beezy Buzzing Big 沒有格 你不可以這樣喔 歡迎Amanda 小咪 他們這邊就是慢活組的啦 對 慢活組 輕鬆系列的 慢活組的人應該 壽命會比較長一點吧 應該是 對 我認為這樣 有這個統計嗎 因為你們這邊的人 就感覺好像壓力很大 或什麼的 我們是充實過每一天啊 不然走到棺材裡面 你什麼都沒了 為什麼要做 我們現在要跨著走是不是 對 好 歡迎這個 千輩 還有雖然我們久不見 大家好 Niaki Peggy 張宇 所以千輩也是覺得 妳一定要把每一分鐘填滿 是不是 我還沒出價前 就是才單身的時候 我就完全是個法國族 你知道每天這樣淡淡的 人家晃來晃去 但是自從結婚 特別是有小孩子之後 就整個這樣 快轉快轉 就沒力 對 身為小孩 不知道為什麼人生 就變得不一樣 就是要把握那些黃金時間 譬如說 像小孩子 我一出月子中心之後 就有 十個小時是黃金時間 就你把 我會親自把小孩 送去保母家 就是 跟政府簽約的保母 你送到他家去 他幫你顧小孩 十個小時 所以你就想說 既然這樣我們是要把 那個時間發揮到極致 所以就把十個小時 把它全部排滿 所以小孩一送去之後 接下來 可以嗎 開始 開始幹嘛 就是一天的行程 不是在放鬆嗎 因為小孩已經送走 你就可以好好 當然沒有 因為就是應該怎麼講 我覺得 就是當了媽媽之後 很需要找成就感 因為孩子他們其實都會 耳目染他們都會看 他們很喜歡看到媽媽 他們比較嘻嘩一點 喜歡看到媽媽 光鮮亮麗的樣子 你懂 對 譬如說你畫個妝 他就說 天哪 媽媽 你好漂亮喔 你是Elsa公主 但是平常在家也是素顏 他就 過來 就這樣給你翻白 他就覺得你是黃眼 小孩非常視力 對 所以我才說說 我們應該要好 我們把握好 我們擁有的時間 所以我就會把時間 像通常製作單位 要錄影的話 我都會說 可不可以幫我排第一場 因為我一早就起來 弄小孩弄一弄之後 他就送了保母家 你就是所有是你的時間 不然你回家要幹嘛 可是剛才聽說 你好像大遲到耶 不是 我要講到重點 妳不是在那邊管理時間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嫁去的桃園 你知道 你真的好 你自己以為很會管理時間 對 那我自己做都 我跟你講 很狼狽 當我們的時間都會期待 我跟妳講 二十分鐘是不是 對啊 我都還拉到屎了 待會兒 要看著 有益身心健康嘛 我跟你講 就通常我們可以管理 我們自己的時間 但我們不能掌握老天的時間 譬如說他要讓林口塞車 你沒辦法 讓圓山塞車 你沒辦法 怪好 住台湾有兩種人 一個是第一個到的 一個是最後一個到的 你們兩個出口有一個地方喔 沒有 其實桃園滿大的 桃園滿大的 都是桃園很大 你們都住在桃園 我是南韓區的 那你離台北比較近耶 我 我 好 這樣我 你踢一個到嗎 對 我在桃園高鐵站旁邊 所以你就知道說 可能會 你就知道可能會塞車 所以你踢不到 坐高鐵來的吧 沒有 其實十八標一下就到了 到這裡 十八標是 就是快速道路的 就是那個 體體交流道 對啊 你看我沒有 我沒有快速道路 我只能一般道路 你都已經住那麼久 你應該了解 一高就是會塞啊 沒有 其實已經有提前拉時間了 但是因為可能 歲末年終之際 就真的 這不是年終之際 為了老天壞歲末 下雨啦 真的 你知道 我多年又下雨 沒有 你知道我 怎麼時間管理的嗎 我就是一對一張 管理 快急了 你已經好好管理你的腦子 要講什麼 你知道我在開車對不對 因為很塞 所以這次怎麼要管理的時間 因為我知道 我已經可能沒有時間塞話 所以我就在 就在 車上一邊開車一邊換嗎 十幾公斤 就是一邊一邊畫一邊畫 妳說妳這樣 這樣很危險耶 可是我會拉好那個距離 前面的行車距離 當然是妳拉太長 導致是在車 但是還是要看妳這樣 就後面一點很老闆 然後說千佩在化妝啦 我們等一下 你已經前面車子 有大概三公里吧 就是要確認 真的是安全的 譬如它真的 真的已經停在那兒的時候 你就趕快把握那種 很索碎的 零點三秒時間 妳為什麼會忙到說 連在家化好妝的時間都沒有 沒有 就早上起來要做很多事情 譬如說妳早上起來 一定要先跑步 一定要運動 運動完之後要沖涼 然後還要再來聯絡一下 很多事情 工作 電郵 然後準備腳本 貴節目的腳本 妳看 妳看 是董事長啊 不是 妳在跟我批的咧 不是 妳好 她跟那些態度 就是妳的小孩喔 我以為 除非有很多事 對啊 妳看不出來嗎 而且妳知道嗎 我在看妳們 妳要帶地方的 等一下 妳要講 妳知道我在看妳們腳本的時候 我相信我製作單位一定很喜歡我 因為我應該是唯一一個 幫妳們把腳本打 用文字把它打出來的 這打 是不是 是不是很貼心 我們就 這腳本完全都是我寫的字啊 楊金沛的部分 這也算是 一種必須的部分 製作單位有要求嗎 沒有要求 就是習慣耶 就是妳所有事情 都很喜歡文字化 就是都在一個工作模式 所以妳們都沒有拿出 妳們都沒有文字的腳本喔 我們都有 這貴量會都有幫我們準備 因為我們是口頭 而且都是就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跟我們講的話是一模一樣 就是她自己愛給小 愛打是不是 不是啦 她自己愛給小 不是 我想問一下 我們人的通告 請問一下她自己打出來 妳們有沒有真的很感謝她 有吧 我剛剛看到妹妹 一隻點頭如搗蒜啊 有嗎 很感謝她嗎 有 就是省了很多妳們的工作是不是 對 是真的嗎 妳不要用吟威讓她們 這樣去吧 對啊 沒有 我是覺得 我覺得年紀到了 妳會想要幫大家一起方便 譬如說用錄音的 然後還有打字的 就希望說他們可以減少一些 他們很高興 因為我知道很多 那為什麼流淨還那麼自私 你為什麼不自己打出來 不是 我不能搶了人家的工作 你這樣講也不太好 我就算自己打出來的話 也不代表我很忙碌啊 不要 不要 那不是要 可是我們自己看 我不知道耶 一天的時間表來了 好 譬如說 有一天 七點半桃園到台北 對 就是我們要拉很長時間 因為會晒一聲 這是某一天的行程 這是某一天的行程 就是上個禮拜某一天的行程 補辦行照 檢驗車 補辦行照 然後檢驗車 因為已經遲到了大概三個月 所以被罰錢了 所以要上台北做這件事情 然後到現場就梳化 梳化完之後午餐 然後就開始拍攝 那空檔的時候 還要適應活動的服裝 然後接下來結束之後 就去Podcast節目錄影 錄音一題 有自己的節目 然後接下來呢 還有一個 尾夾線上的一個開會 然後加上還有 你就這樣看一下 就真的很忙 好 我跳到最後這邊好了 還有去試菜 我們就一起去 幫朋友試菜 然後就突然就 他說B2在現場 我說真的假的 那我趕快跟他敘舊一下 巧遇B2也可以寫進去 當然喔 你看到後面的重點 這個世界 算一個行程 你看到這個行程多重要 順便開會討論工作 人生規劃 痴癌 跟節目未來走向的趨勢 等一下 妳說 妳跟B2 妳們在笑什麼啊 妳跟B2只是巧遇 然後妳跟一起規劃 你們的人生跟未來的節目嗎 B2是不是 妳自己站出來講話 我們是不是聊超久的 沒有B2是不是 她硬要跟妳聊天 她會走不掉 這個東西就是在講話 我在聽 一定是妳廢話兩天 然後她想走 她走不了 因為B2是一個 很希望走一點 回家陪小孩的人 沒有 她在報告裡面 桌折慶都在啊 你們那天也在 我告訴妳 我是不是很認真在聊天 沒有 兩千塊 我跟你講 妳聽我說 連我傳簡訊給她 她都可以 大概五五小時之後才回 我說不好意思 我現在才顧完我小孩 所以她是一收工 就立馬殺回家 她根本沒有時間 聽妳講那些屁話 那來的人生 那天剛剛好是要晚宴試菜 她也去試了菜 她吃完菜就要立刻腫 然後表情說 就在那邊 走不掉了 剛好還在上菜ING 所以就有一個空檔 我們就是真的好好認真 她可能想要放空 因為她已經很累了 她工作一點很多 想說可以好好吃個菜 我剛剛講的頭頭試到 她講到未來 這整個影視圈的一個趨勢 我知道我 我完全錯了 B2剛剛就說哪有 你知道 到底哪有 你直接說 到底誰在說謊 你自己在說謊 你自己在說謊 所以其實因為是 受益良多 好 那其他你們這些 也很忙碌的人 你們是希望在吃飯的時候 聽到有一個人在旁邊 一直 在等菜耶 吃菜還沒來 就先喝個酒 放鬆 發呆 什麼看個手機 誰要跟你講人生規劃 不是 我就是那天 我是因為一直把人家 逼很緊 沒有 沒有 可是這中間 已經沒有小孩時間了對不對 沒有 我現在 我真的只是講工作 我還沒講到小孩 裡面很要安插照顧小孩 小孩當然是後面 就前後段 所以八點九一B2 然後十點半才 返回桃園 十點半才離開喔 那天聊滿晚的 我的靠 B2哥有待到十點半 他好像比我還晚吧 不可能吧 哪有 你們還在裡面吧 B2哥每次一錄耶 你是第一個在電梯裡面的人 對啊 不是 有時候拿著雨傘的人就走了耶 不然 辛苦 有時候那個陣路還在講 最後兩行的時候他人一定 不可能 好傷心喔 不可能 他跟他講的 真的啊 那天真的很趕 都不留耶 那天真的很趕 不是真的被留下來的 那你真的跟我聊很久耶 B2 不是 你把握時間啊 是你硬講 不是啦 就很久沒看到老朋友 你知道我認識B2 我身真的在十八歲耶 一轉眼二十二年過去了 那當然看到他好好聊一下 所以你就是 所以你什麼隨便 是你抓住他猛聊 說我最近怎麼樣 怎麼樣 然後 因為話太密集 B2找不到一個可以斷的點 你知道你講 因為你也很密集耶 OK B2 對不起 我跟你講 我真的誤會你了 因為我剛才看這集講過 我想說 是有什麼好聊一集的 就沒想 真的啊 我還想說 這集怎麼撐下去啊 我看他講本說 你放心 別想說 每人講完故事就沒了耶 結果是一個字啊 可能就十八分鐘而已 劉志漢就講到一句話 你也一句話都還一句話 然後就死亡動作了 我一輩子只來這一集而已 我把全部都講滿 好啦 很像劉志漢講一在話 對 他最後已經割那麼 真誠了 你聲音筆是最近割的嗎 沒有 我是年紀大了以後 就開始變雙語筆很深 少來的跟割的 我真的我沒有割 我完全沒有刀痕啊 我這完全 你這是自然 請給我特寫 我這是自然的 我這真的是自然的 好深邃喔 而且睫毛好長 我這真的是自然的 而且睫毛好長喔 我這真的是自然的 哪有人要斑的啦 真的 明明都還在泛紅 沒有 沒有 真的 泛紅是因為我肝眼症 怎麼可能有人老了 自然變雙眼皮啦 不是 他是雙眼皮 明明老了就會變雙眼皮 沒有 懶了以後 就老了以後 它會慢慢的下來 屁 真的 太漂亮了吧 這資格的 你自己去盡量 盡量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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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 睫毛也太翹了吧 對 睫毛很濃 可是它真的沒有紋漆耶 還是用縫的 它有貼蒜皮膠 貼蒜皮膠 我也沒有貼蒜皮膠 明明就有了 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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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雙眼皮膠嗎 不是 我以為真的耶 妳捏她的眼皮 把她的眼皮整個 差點剉掉耶 然後妳這樣子了啦 我剛剛以為那是雙眼皮膠 不是 我有事 不是 妳是自然 這個在補妝的時候 不小心不知道弄到什麼東西 因為年紀越大 不就是弄音越大 沒有 妳剛剛好像反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說真的都會不好意思講 你剛剛是覺得說 他歌得很 好順 對 兩個人都跟我講說 你變得眼神變得好深邃 我說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會變這樣 沒有 我一直想跟妳說 你歌太深 沒有 是深的 什麼情緒啊 對 我們今天是來講這個 好不好 我覺得太奇妙 我沒有意思到 年紀越大 所以比越深的人耶 我沒有 因為我們家的人 不太需要去動到這些東西 你放你們這兩個已經發誓 真的 真的 我發誓 我最多割針眼而已 所以你這是送禮拜 割針眼嗎 不是 已經割好幾次了 對 這真的都是真的 但是這跟我的忙碌 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你不需要 出出時間去割蒜眼皮 對 不用 完全不用 我是一個很懶的 很懶的女人 可能喔 搞不好喔 怎麼可能 就揉眼睛 揉一揉 不然 太深了嗎 我怕以後打開裡面 都是蚊子好不好 好可怕喔 也是有可能啊 因為太深了吧 這個就很莫名其妙啊 新的才藝耶 對啊 很多人都覺得 好像去割蒜眼皮 其實是真的沒有 我們這樣 先姑且 幹嘛姑且啊 因為等一下我還會認識自己 因為我前一陣子 我前一陣子的話 就是想選擇休息 把自己放空 然後我就去做一些 比較嘗試不一樣的東西 我就在做一些直播 然後我在做 那我剛好就 你說在直播中賣水晶嗎 對 賣水晶的東西 那剛好我就是比較幸運 有一些前輩 就是台灣的一些大咖 專門在國外買 這些東西的大咖 還滿支持我的 所以都會帶我去 加工地跟產地 然後去了解 所以我們的 我的大部分的時間 下午1點就開始 我們要去補貨 因為1點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正常商家 正常譬如說珠寶商 然後這些 特殊礦石商 他們開店的時候 然後我要一直選貨 因為礦石它不是 製品 對 它有天然因素 它不會每一個都一樣 你必須要 親自一個一個跳 那一個一個跳的話 就會比較花時間 那我回去以後馬上 就要做直播準備 然後8點就要直播 那我們一播就四個鐘頭 臉書 這麼久 對 臉書就是 你一個人嗎 四個鐘頭是一段而已 而且這個就是我的團隊 之前我跟別人團隊合作的時候 是播三段 我是播十二個小時 好久 連續不停的 對 就一直播 對 然後就一直介紹 一直介紹水晶礦石嗎 對 因為水晶礦石的種類太多 你不可能介紹得完 那你自己有人看嗎 我可以二十四個小時 介紹品項 不一樣的品項 我介紹不完半間店的東西 不是 重點是有人看嗎 有 我這樣好 施華若士奇 你們都知道嘛對不對 因為你們都喜歡 看一些閃亮漂亮的東西 可是它是算是人工熔煉的 被切割過的 對 我今天告訴你 我現在手上閃亮 跟施華若士奇一樣的東西 它是天然的 原來置入是你啊 不是這樣耶 然後 所以你平常都用什麼切割 對 精細 對 然後大家就很喜歡 看這種天然形成的東西 就是要說你不用割 就是這麼深 大家就會喜歡看 天然的啦 對 天然的 天然的 那你收播以後 那我會喜歡自己包裝 因為我才能過去檢視 每一個東西上面 會不會有瑕疵 所以你的直播是哪一種風格 是也是有一點有趣嗎 有趣的 邊聊 然後邊 有時候會放一些遊戲 進去玩這樣子 所以你光是賣那個 就可以賺非常多嗎 景氣好的時候 其實水晶剛剛 因為水晶它是 有信仰的人喜歡 喜歡Bling Bling的人喜歡 還有喜歡它收集 是特殊奇異 對不對 風水啊什麼的 就是他們喜歡 那剛開始 在直播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很好的 它日銀額真的是會滿驚人的 多驚人 就會到達七位數 你知道因為水晶是另一個 像鐵石水晶 日銀額耶 日銀額甚至有一座水晶 就要你七到八位數的 對 然後那個也是你自己 去找回來的嗎 對 託人家或者是自己去找 然後他們是那位 會錢給你喔 不然 不然我們換給他 做大費 對 對啊 那然後自己包裝的話 就會很耗時 那凌晨三點 我們還會去看新貨 或者去看一些舊貨 然後回來以後 你就要整理 你就要開始拍照 你就要開始PO在粉絲團上 或是社團上 然後再來準備 第二天晚上要播的順序 所有商品的順序 然後你才能夠休息 那個時候大概已經到 中午十一二點了 蛤 所以睡覺是十一點 對 早上十一點睡 然後一點又起床 因為PFA 有的時候睡兩個小時 我們常常 以前之前常常 播三段十二個小時的時候 是到早上六點 蛤 所以你最短的 可以一天只睡幾小時 大概就兩三個小時 所以說你別 是不是眼神是因為困的 對 對 對 不要睡覺 所以你自己會變深 真的 什麼 肝炎症就會越來越嚴重 然後不用去割 可是這樣身體沒有變差嗎 身體一定會變差 你想想看 睡眠是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你沒有睡眠的話 真的 你那個時候 整個人就會覺得 自己變得好蒼老 很乾 而且很乾 真的很乾 非常乾 可是那慢活煮的 聽到這個行程 你們會覺得 太瘋狂嗎 因為你們也在做直播吧 沒有 沒有啦 慢活做什麼直播 慢活怎麼能一起團購 團購 然後偶爾自己臉書直播 但都很隨意 就是想到才直播 對 那Amanda還是主要是 我主要 我也是就是 我是說嘛 剛剛講到優雅的 我是加入了這個 新的公司之後 是經紀人把我工作排很滿 因為我一天到人在臉書上 看到你的照片 說你在哪裡 什麼什麼 拍一些泳裝照什麼之類的 就是我喜歡去玩 對 然後是 經紀人會把我工作 逼得很滿 就是最近才開始塞很滿 然後我這一次 最近最滿了一次 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可以聽聽看喔 我最滿了一次呢 差不多是 早上四點半的時候起床 這麼早 對 因為我五點半要開始拍戲 五點半要先到第一個劇組 舒嬅 然後拍戲 然後大概拍到八九點的時候 收工 然後我要立刻趕回家卸妝 因為我十點半要到 另外一個劇組 然後十點半定妝 還要跟導演討論一下會議 然後大概到兩三點結束 完 然後回公司 然後趕快吃個飯之後再化妝 因為就化那個妝呢 是因為我等一下四點 是要出發去錄影 就要化一個我平常會化的妝這樣 然後錄完影大概錄到七點 結束 我要再趕到廠商那邊去挑衣服 因為隔幾天的活動 就是要穿廠商的衣服這樣 然後弄完差不多 九點多才結束 這是我最忙的一天 那如果再把小孩的行程夾下去 小孩 你是小孩 沒有嗎 還沒生嗎 還在裡面 對 這對我來說 可是你們這樣聽起來 你們這樣聽起來全 對 還沒生 這樣聽起來好像覺得還好 在四個行程而已 但是中間有很多 對 中間有很多路途的那種 就是要分波 你是超早期的 沒睡 對 因為我也是很晚睡的人 那你九點到家 是九點會到家是不是 沒有 九點還要 九點才開始吃晚餐 然後吃個晚餐大概十一點多 才到家 然後你到家之後還可以放鬆嗎 就一定要放鬆一下 我真的不行 坐在沙發上 我就是不想再起來了 就一定要先滑個手機幹嘛的 就是你不會立刻 就是殺去卸妝啊 不會 不會 然後起來 因為五點要梳化 然後梳化完之後 也是弄完大概六七點 然後我們去高鐵 然後到了台中之後 主持一個記者會 然後主持完之後 原本以為中間很chill 可以慢慢回來 結果那個記者會delay 然後delay五十分鐘 然後回來就一路用趕了 然後晚上那個四米大油塞車 再去主持一個 類似尾牙的活動 然後一整天 可是我那天回去 就是所有的衣服 我每一次 像我錄完影也是要全部歸位 才會覺得那天結束 所以你回到家 會把衣服歸位完之後 然後立刻卸妝洗頭洗澡嗎 不會 我會 這樣才有休息的感覺啊 哪有要把衣服 丟到衣服山才算休息 這樣回家就是東西 都先放著 整個先攤在那邊 先放鬆一下 差不多二三十分鐘再說這樣 然後乾乾淨淨香噴噴的休息 這樣才是真的結一天的結束 我也是覺得那才是結束 然後真的會放下所有的東西 然後該歸位的都歸位 地板都乾乾淨淨 然後躺在那裡開始刷這樣 對啊 或是行李箱一回家 一定要全部都歸位都放好 一定要歸位 所以就是你們一定要把自己 弄得很乾淨之後 才算是真正的放鬆 對 才會真的放鬆 所以Miyaki也是嗎 我只有滾到床上的時候 是要這樣 但其他不用 就是回到家 先把想丟的丟 因為丟掉的時候 那一瞬間覺得 對 舒服 再來回家 然後如果今天心情好 就來杯紅酒喝一下 一定要喝 然後打開iPad 然後回一下訊息 然後看一下今天發生的事情 再說了 就再說了 有小孩就不能這樣 沒小孩的時候好像真的可以 這樣子爽 有小孩的時候就更需要 有一杯紅酒 你才可以面對他們的吵雜 跟那些討人厭的討論 我怕會失控紅酒來 就變成吼的了 沒有 我是紅酒 一下去就說 後面還沒有喝 然後就說不要再吵我 是不是 這是紅酒是讓你 劉志這樣懂吧 懂 是不是要來杯紅酒 太忙的時候 整個很亂的時候 適合 威士忌加一小杯的紅酒 十五分鐘後見笑 真的 真的嗎 見什麼時候 我現在開始演 馬上講 馬上講 說話變得融合 情緒變得穩定 而且非常有條油理 對不對 對 可是我喝酒後變很嗨 我不行耶 我會跟小朋友嗨起來 我喝酒很嗨 好的 那張宇呢 你是 我喝威耶 就是 我也 我喝威耶 我喝威耶 所以就威 我喝威耶 威士忌啊 對啦 你怎麼給他剪成威啊 我還喝醉耶 威耶 你喝醉 你們今天人很討人厭耶 好甩啊 可是我正是錄這個節目 才開始喝酒了 你知道嗎 你是誰 他哼巴 他哼巴 剛才你都來被威 我哼巴 而且我都會 就算我東西沒有收好 可是我聽說要喝他的嘴 喝他是什麼 OK啦 就是比較不會胖 錄完這個節目之後 因為大家都在講 所以妳是威加什麼 最想要喝酒嘛 加冰塊嗎 才開始喝 對 然後就是加一間冰塊 然後我發現真的會 很冷 很平靜 然後 就是在睡前的時候 把小孩弄完啊 然後又把所有家裡的東西 都收乾淨 然後再喝一杯威 然後就覺得 哇 然後那一杯 太堅持啦 他講得好像好朋友 然後就覺得 買胃 今天的辛苦都值得了 這種感覺 對 我好像抗不下來 妳誰抗不下來 妳抗不下來 一過兩歸應該是可以 抗下來的 有朋友這樣才抗不下來 我可能會開始傳簡訊 然後跟朋友聊天 妳的行程到底是什麼 看一下好了啦 我行程 我因為我其實 就是製作單位有問我說 我到底來 太小了吧 你是不是 看不見了 太小了吧 只是要統稱 因為我真的是聊天方式 跟他說 然後因為那一天 我說我不記得 我什麼時候最忙 因為我常常會 南部台北就是 一天就差一天 但是我那一天就說 那我就打今天的 所以他平衡的那一天 就是我今天 就是我早上起來 七點多 就是準備早餐 給小朋友吃 因為我很堅持 小朋友早餐要吃得很健康 然後我就會送他們上去 所以妳會做什麼 大概 我會有時候 每天會不一樣 有時候是粥加雞肉 然後有時候 就會有雞湯的那種 然後有時候是 稀釋一點的有燕麥 就是每天會 墊一點點 有時候真的很累 就是麵包吐司這樣子 然後我就送他們上課 之後我那一天 剛好就是早上就很多E-mail 很多本行 就是我的本行是做廣告的 然後接著就是要 我後來因為我最近 就是算是合夥了 一個新的醫美診所 所以我又去看那個 現場租的那個場地 然後討論設計 然後才十二點耶 對 因為早上 已經先處理好正事 然後才出去現場看警這樣子 然後討論完醫美之後 合約 然後就可以兩點吃午餐 然後之後就發現 因為我那天剛好很多業配 要回覆跟團購這樣子 然後下午又發現 我要去買孤兒院的東西 因為我就每個月 會固定去孤兒院一天 陪他們慶祝生日 所以那天就是大家分工合作 然後我剛好 這一次事情比較多 是因為我們班底 天佩有沒有很懊惱 沒有把一個什麼公益的東西 寫進去 你有沒有看到 你那個學習的心態 在天... 不寫啊 不應該 因為那天行程就剛好是這樣 但我覺得比較暫時見的是直播啦 直播後還有陪小孩 下面的陪小孩 我都會固定 就是五六點後 開始陪小孩到晚上九點十點 這段 還這麼久 因為就是 我就是很珍惜這段時間 我早上工作 晚上大概五六點 陪他們吃飯 那天還剛好帶他們剪頭髮 然後家庭聯絡簿啊 玩一玩啊 然後寫功課 哄睡覺 幫忙洗澡 弄完之後 講故事 對 一定要講故事 對 然後 九點十點後才開始 真的讓他們睡覺 睡完覺之後才自己繼續忙 隔天要忙的工作 所以那天我其實忙到 大概三點多 妳凌晨一點在回覆 布希蒂的稿啊 那天雷稿就是 那一天我在雷稿就是 一點多 我們通常以前打表單 就是這個時間打 因為布希蒂也沒在睡覺 對啊 他們也是凌晨 每天都很晚 沒在睡覺 好辛苦喔 他們很辛苦喔 他們都等到我們正式忙完之後 好 我等你 所以那天九點雷稿我算早了 算早 你晚上九點才 九點就雷稿稿了 對 那我更早 那我就快速給他們 然後我又很習慣 把家事都做完 所以雷稿稿之後 又做完家事才去睡覺 所以就大概每天都是這樣子 但是妳根本沒有放鬆的時間 對啊 但是我是這三四個月 才特別忙 因為年底啦 年底真的很忙 然後也是因為 加入了布希蒂這個家庭 後多了一些 就是自媒體的工作 才會這樣 但感覺我的時間管理大師 叫假的 因為客人都會叫我 時間管理大師 譬如說他們看我的現實動態 都會發現我根本好像沒在睡覺 就是現在看 然後等一下過一下 怎麼又有 但是其實我的寫很短 是因為我中間有一段時間 在上班的時間 妳上班就是八小時嗎 對 可是我每一個時段 幾乎都有八到十個客人 有時候 就是很多很忙啦 但反正早上 因為上一次 我從日本跟韓國回來 被就是妳覺得我很腫 然後我就努力 正在開始撿 不用每次 早上起來打綠拉鐵 所以就不吃早餐 只喝那個 對 但中間就喝咖啡什麼 然後有時候真的 像現在是忘記 每夜的忘記 我就真的忙到下班 下班回到家之後 我還要上英文課 實也上英文課 對 線上英文課 上完一個小時之後 就下課開始 我的訊息就會響 然後回客人訊息 我的客人都很可愛 有時候在凌晨三四點 都會傳訊息給我 然後曾經也接到那種 喝醉酒的 然後說我要跟妳預約什麼的 那一種 對 然後隔天醒來 他就說對不起 對不起 我覺得喝太醉了 我說所以妳要預約嗎 反正他之後也不好意思 就是來了一下這樣 總之就是 我覺得這B2 應該有很深的感觸 就明明就是已經 幾萬年前跟我講 要錄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今天誰知道 我就一人一人罵他說 你為什麼今天還跟我講說 誰要來上我們節目 然後他就不回覆我 因為他說 妳十二點就可以睡覺耶 真的沒有 很早的 我十二點是到床上去 但是就會開始又看書 因為我現在就開始培養一些看書 我覺得可以心比較近 妳看什麼書 那些書可能你們都沒有很喜歡吧 什麼什麼 什麼語神對話 不錯啊 對 就是一些很深 可是就是因為很深 所以我只能看幾行 就可能會夢中工 然後就睡著 但其實在過程中 有時候我就說半夜手機會響 會震動什麼的客人 我會醒來 我還是會回他一下 你們睡覺手機 不把它關起來 其實我有關 可是要嗯一下 因為我不太敢關起來 但是因為我家住南部 然後我怕半夜 假如家裡有什麼事 突然打給我沒接到 所以就會有一個 這種警戒性 對 但其實真的睡有時候 也是三 四點啦 因為就是沒有睡好 或是妳醒來就會 就會是這樣 可是九點半一定會起床就對了 對 九點半一定 或是有時候更早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開早會 譬如說幫助理上課開早會 就要七點都要到公司 早上喔 可是我們的時間 就是整個很長 那我覺得上班的時間 如果有人看過 或有來 妳說 超可怕 我像土螺那樣 一直打轉到 而且 就同時可能有三個客人 要去處理一次 因為我助理比較多 所以每個人服務的時候 譬如說他在燙頭髮 我就可以去做其他事 然後還可以紅 像莉莉 紅小孩 我一說誰啊 來啊 找我 都來 都來 然後就這樣 像他想來 不敢帶小孩來 我就說妳把小孩帶來 真的 把自己塞這麼滿 對 所以工作之後 就還要幫忙紅小孩 我都會跟助理說 妳這不會有什麼崩潰感嗎 我覺得久了以後 我覺得好像 就像我的老師跟我講 我怕我到光柴 那一刻就再也沒事做 所以我就會 我這句話 以前我問一次 我就想說 那現在反正活著 我可以做什麼就做什麼 就盡量做 我不想要等到 我真的躺在床上 不能動的時候 我才後悔 我沒有利用時間 我就覺得他很樂在其中 因為他好有正能量 我每次看他忙 但他忙得很輕鬆 就是真的很忙 但是他就是好像 不會有任何負面 對 對 看到都是這樣 章魚了耶 我每次很忙 別人都說 我看起來還是很慢 但我其實真的很忙 妳真的很忙 妳看起來很幽宅啊 對啊 妳每次那次 我們節目就是真的 快到旁邊啦 對 這是什麼快樂 逼你就是走路 就是我 我都會找最省力的方法 比如說 一趟可以做完事情 我絕對不會跑兩趟 然後一個順路的事情 我絕對不會就是 不順路的方式 就什麼事情 都要走一個很順很順的路線 然後我早上起來 也是要弄小孩早餐 然後小孩早上要吃 三種水果 一個蛋跟一個澱粉 是妳規定的嗎 對 三種水果是可以換的嗎 還是規定什麼 就是你們自己選啊 你們喜歡吃什麼都可以 對 然後 他們出門之後 就是我會補眠 但因為最近我家 對面的施工 然後我就非常的憤恨 就是我的完美的補眠時間 就會聽到那轟隆 所以為什麼Pekky 可以排得這麼仔細 因為我大概就是 雜事處理工作 然後也是回信啊 因為像我也是自己開公司 所以所有的 每一個案子的進度的溝通 然後可能會計的對賬 要跟會計溝通什麼的那些 雜七雜八的事情 那其實真的很花時間 很花時間 因為每一個 不同的案子的溝通 都很花時間 然後還有牙科 每天我要看它的財報 報表什麼的那些東西 然後到了下午的時候 這邊通常我還會 在排一個運動 就是我會 妳也是每天一定要運動就對了 我不會每天 但是我一個禮拜會去至少一次 然後在1630的時候接小孩 然後接完小孩之後 就開始一連串忙到 這段時間 那好像是連手機 都沒有什麼時間看 妳在動吧 跟小孩在一起的時候 就盡量陪她 沒辦法 對 然後就接完小孩之後 因為小朋友可能要上才藝課 然後開始接送 然後接送到晚餐時間 很準時大概六點左右 全家人就坐著吃飯 有時候還要煮飯對不對 因為我兩個是兒子 所以他們坐著吃飯的時候 我可能要放音樂 然後他們都會很High 然後小孩吃飯是一個 會到處亂跑 很可怕的 煮飯妳不用吧 我之前其實都會自己煮 但是我現在有請幫手 所以他會幫忙 可是我在之前都是 完全都是自己煮的 然後小孩洗澡陪讀 就是我會陪他們睡前 看故事書 買很多不同的書 跟他們看 然後最後這一點就是 我已經快要精疲力盡了 到這裡的時候 如果我老公還沒回來 我就會開始覺得 情緒不太好 就是你會不會 我們都是你在忙 然後要走 因為我很忙 我已經忙一整天了 就是你看一般人 如果沒小孩 他到這裡 他是不是就可以 做自己的事情 對啊 他就休息了 沒有小孩的人 甚至非常放鬆 對啊 然後我到這裡 我們還在工作啊 回家是更忙的工作 然後忙到這邊 我陪他睡覺 我還要忍住 不能睡著耶 因為我的自由時間 就要來了 我不能睡著 他們睡著 他們躺的時候 我就一邊抱一個人 然後躺著 然後就一直忍 然後我就看他呼吸 一開始 慢下來的時候 我就YES 然後我就要趕快 偷偷的感覺 妳有這樣偷偷踩出去 突然 媽媽 有 好啊 那我這個 好像鬼片一樣 就 你怎麼會睡著 真的 我到底陪那麼久了 然後因為我後面其實很 我也很晚 所以我大概就四點才睡 等小孩睡著 對啊 等小孩睡著之後 我才可以安靜地 把電腦打開來 然後回 回信思考 然後把我今天可能 寫的一些文案整理一下 然後把一些照片 或者是開會的內容整理一下 是不是妳珍惜凌晨的時間 對 凌晨都好美 還是說現在一般人的生活 都是這麼忙碌 我不知道其他媽媽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 像我們職業婦女 然後其實又身兼 全職媽媽的角色 如果可以 我寧願只選一個 就是小孩或工作 但一起的時候真的好忙 沒辦法只選一個 因為妳如果只當媽媽的話 妳肯定也受不了 覺得太無聊了 真的無聊 也是啦 好像是 所以妳一聽完之後 會覺得自己很 沒事做啊 不會啊 很充實 對啊 我還是覺得 現在的生活滿好的 很開心 可是妳比起來就是 妳偶爾 還會有這麼忙的一天 對不對 最近開始就是比較 但是我現在的工作就是 可能我忙了三天四天 但我看到 第五天有一個空檔 我覺得很開心 我就覺得 好 至少我還有一個 有一整天 一整天沒事 那一整天沒事 妳會排東西嗎 不會 那妳要幹嘛 我就在家 然後就貪 在那裡 對 好浪費喔 就一直找起來 我就想做人家幹嘛 我不怕 怎麼會好浪費 很浪費 馬會 躺在這邊一整天多瘦 好可怕 我們應該是 我們都是忙了兩三個禮拜 好不容易抓到這一種時間 我們會貪在那邊 我不會 她是任意浪費這麼好的時間 任意浪費 我就是很真實的人 妳們知道嗎 而且你知道有些人會說 躺一整天他們躺不了 會因為身體不舒服 對 可是根本不會啊 因為有一次我就想說 就試著躺一天看看 就是覺得 越躺越爽 我還沒尿 尿 我就捨不得尿 不要尿床喔 沒有 我想說不要去尿 因為躺在那邊好爽喔 就一直看 一直看 對 就一直看 然後就滑手機 然後玩遊戲 我幹嘛 聽音樂 就覺得好棒喔 然後泡杯杯咖啡 你不會覺得時間 就這樣一秒不見了 一秒不見 沒有 有時候 有時候我躺了很久很久 然後一開始想說 怎麼都中五十二的啊 好 實際也過太慢了吧 對啊 對 我想說好驚人 一天怎麼熬過去啊 對 所以我那個休息一天 我都超開心 如果突然有休息的時候啊 我會開始大掃除 我也會 我會開始把 比如說廚藏室 我覺得東西沒有很整齊 我就會整個拿出來 全部重新放 然後我會看哪 就是家裡哪一個牆 上面有一些髒東西 我就會開始就是洗這樣 好瘋狂喔 然後我就會把所有鞋櫃鞋子 但是做完很療癒 你會覺得整個人 我覺得很療癒 整個人好像做完療癒 然後我覺得好乾淨 你利用空間的時間 讓家裡看起來更舒服 會很療癒 你就會覺得說 我今天做了很棒的工作 對 所以前面你如果有一天 就是真的是 不用工作 不用做任何事 你可以讓自己放鬆 我其實在聖誕節的時候 我有特別就排了一個家 就我有一天要到高雄去工作 去出席代言的活動 所以我就是跟夫家 因為我跟夫家住在一起嘛 我就說那我會消失 三天兩夜喔 我也跟我父母先講 小孩我也先講了這樣 然後我就把中間那天要工作嘛 我把前一天跟後一天 我就是都空下來 所以我就到高雄 去住現在一個很紅的一個飯店 然後我就 每一天 就只要是天亮的時候 我就開始做SPA 我就連坐了三天 我就一直在打卡 然後一直在 放我在SPA多爽 湯池邊啊 對 然後吃東西啊 幹嘛的 然後很多你知道超多朋友說 天啊 你現在住那家飯店 我們都遞不到 你知道嗎 他說那老公和小孩 怎麼沒看到他們 我說沒有啊 就All by myself 就我一個人 Me time的 對 我的Me time 我就覺得 我那三天完全就有種 到了天上的感覺 超級數的 我只聽到你想要炫耀 就是說 其實你唸到那個飯店 對 聽不到 你為什麼要去哪一家 竟然唸那個飯店 你怎麼遞不到啊 我不信 你講出來看看呢 陳毅酒店啊 我們 我們三地 全部都要去耶 是 就是 我去過了 我免費租喔 對 前面有時候 好 要講得太慢好不好 因為我們拍的啊 是你自己聽不到 OK 別人一直聽到 不是 就董事長招待啊 所以就每天三天 就是幫我們這樣SPA 這樣可以嗎 這樣 就董事長招待是不是 就還不錯啦 所以這樣聽起來 小明應該是一個 完全沒事做的人吧 完全沒事做啊 因為其實我也有三個孩子 但我把自己的時間 感覺好像就真的很鬆耶 我超鬆 我這樣隨時可以睡著耶 結果沒什麼事 因為我連小學 他趕快也鬆鬆的耶 對 你知道嗎 你三個孩子 是你自己帶嗎 我們自己帶 然後功課都是傑森在教 這是我完全的 傑森教 對 現在小的二年級 四年級 六年級 小學 然後功課 因為他不讓孩子上安親班 所以功課全部都在教 他國文優秀嗎 他連數學都可以 你看他很厲害了吧 他數學 六年級數學 他都會 我已經看不懂了 怎麼可能 六年級數很難耶 他都會 他都會全部 好強喔 然後他中午也OK嗎 他中午應該不怎麼樣吧 中午我比較強一點 對 但是他願意他去教 所以我就很放鬆 做這些事情 我每天早上就是 安排好小孩上課 出門了 我就回去睡 早餐有沒有煮 就簡單一個蛋 然後我也買麵包 就不會什麼 吃那麼多營養 隨便 就... 就不喜酒 菠蘿麵包配牛奶也可以嗎 健康 而且他們喜歡啊 對啊 然後Coco Crunch 然後配個牛奶吃 然後就去學校上課 然後我就去睡個午覺 之後我可能就約個健身 然後健身完又沒事了 就想說再逛一逛 跟姊妹吃個飯 沒事 就回家 但固定四點 就會接小孩回家 那功課就結成再用 我就開始又放鬆 妳就可以追劇是不是 對 我就開始追劇 下一期功課就再放鬆 這樣 原地的名字 她是回家的人 好笑喔 身體又重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哇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